少年只是看了一眼天空就下了十年 从此还被人荡成了神经病 因为他看到月球上有一位神灵 十年前林七叶在屋顶欣赏夜景 却突然看到一个笼罩在金色光辉中的六亿天使 从那以后他的双眸便再也无法睁开 而且自那以后的每个夜晚 他都会梦到一座阴森的精神病院 他感觉精神病院明明终于自己有联系 可不论如何敲门都一直无人回应 日复一日的折磨令林七叶身心俱疲 当他将这一切告诉心理医生时 医生却认为他是精神病 回到家他并没有将医生的诊断告诉家人 因为他自幼父母双亡是姨妈和弟弟将他带大的 吃饭时姨妈安慰他即使眼睛好不了 也会养他一辈子的 为了不让家里人担心 他自信地表示眼睛已经可以看见光了 用不了多久就能跟普通人一样 但事实上他用尽所有办法都无法睁开眼睛 不过从五年前开始 他能感应到周围环境的变化 随着时间的增长 从一开始的几厘米到现在的十米 每当他抬手感应天空时 总能听到那位天使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你还在看着我吗 与此同时在某处小巷内 几位红衣人正在追杀两只怪物 领头的女子向对讲机说道 老赵 是时候了 另一边的老赵自信回复 明白 三处告示牌已经就位了 紧接着老赵摆出手势 手掌上涌现出红色能量 继续 下是一道红色光柱直射天际 与两道相同光柱相互呼应 很快一片红色进去形成 两只怪物被困在其中 女子缓缓摘下帽子 肃清行动 开始 原来在一百年前 一场神秘大物涌现人间 含有剧毒的迷雾短短两个半小时 就吞噬了地球二分之一的面积 人类根本无法探查迷雾笼罩的地方 也不知其中是否还有幸存者 但在192年9月时 人类在马里亚那海沟 发现一只在半空飞行的超大型巨龙 后来得知那是混沌之龙利维塔 这是人类第一次发现神话生物 它的存在颠覆了全人类的认知 在那不久后神秘复苏 外界的神明重现世间 各种神话传说中的生物 出现在科技发达的都市下 它们肆无忌惮地屠戮华夏人类 可外界的神明不仅不帮助 反而也参与其中 同时在这个时期 人们发现迷雾后出生的孩子 有概率觉醒特殊的力量 而这种力量被人类命名为禁绪 随着人数越来越多 拥有特殊力量的人类组成了一个组织 华夏守夜人 他们共同抵御外神和怪物的入侵 第二天守夜人在一个下水道口的狩猎怪 红鹰手持长枪肆意收割 就在他感叹又可以提前下班时 突然一只鬼面王出现在他身后 踩手一击就冻穿了他的胸膛 他用尽全身最后一丝力气 向对讲机会报这里的情报 与此同时另一头的下水道口 林七夜和同学们放学路过了这 忽然闻到了一股尸臭 一位好胜心较强的同学 当即提议进去看看 可就在他打开手电灯 进入眼帘的是一只怪物 正在啃食女人的身体 这将他们吓得落荒而逃 此刻怪物也察觉到向他们追来 眼看就要追上 一位女生当即将书包扔了出去 想要减轻重量 完全不顾身后同跑的林七夜 好在他反应迅速 即使低下了头这才躲不过去 就在女生即将逃出下水道时 另一个怪物突然出现死死咬住了他 林七夜被吓得愣神在当场 不想身后的怪物朝他发起攻击 一巴掌将他扇飞了数米远 突然又一只怪物出现在他头顶 此刻无处可退的他恨得咬牙切齿 他恨至上天对他也太不公平 被人当作精神病这么多年 如今好不容易可以开始新的人生 现在又要将他拉进地狱 他愤怒嘶吼地同时双眸闪耀出两道金光 与此同时远在月亮上的六亿天使 正淡淡地注视着林七夜身上发生的一切 此刻的他被磅礴金光包裹 眼中的金光愈发闪耀 突然一道金色光柱直射天际 与此同时另一边 老赵赶到了红英身边 好消息是红英经过就职脱离了生命危险 坏消息是有一只鬼面王和三只鬼面人 逃进了老城区 就在老赵动身寻找之际 一道金光闪耀在他眼前 可把他看傻了 这是禁虚出世了吗 能量甚至达到了六金克莱因呢 随后他加快脚步朝金光处而去 而在守夜人的总部一位男子 正看着监控器中的林七夜 他沉思低语 这看着不像是人类的禁虚 反倒更像是神须天使之王米加乐 与此同时林七夜身上不断散发出 赤天使的神威 而他的眼睛也终于恢复了光明 但这发生的一切 并没有阻拦鬼面人进攻的部分 他们同时奋力朝灵七夜扑杀 可这些攻击在他眼中简直太慢 轻松扭身边躲过了鬼面人的攻击 不仅是反应速度 连感应范围也翻了一倍 在这二十米内 所有的一切他都能知晓 面对正面扑杀而来的鬼面人 他如同天使清零一般丝毫不拒 只见拐棍在他手中旋转 随即猛地刺穿了鬼面人的脑袋 突然这时他头脑一阵眩晕 紧接着身体动弹不得 剩下两只鬼面人见死 当即朝他发起进攻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老赵及时出现挡住攻击 紧接着一刀便将鬼面人斩成两半 解决完后老赵淡淡说道 刚刚是不是超级帅 想不想加入我们 跟我一样帅 文言零七夜将头扭到一旁 一点都不帅 我怕死 不想加入你们 老赵本还想说些什么 哪知零七夜头也不回地禁止离开 回到家的他思绪万千 他知道老赵背后 一定有个庞大的组织 虽然他很好奇自己发生了什么 可有些秘密一旦知晓 那就再也无法脱身了 他不想当什么英雄 只想守护好现在的家 迷迷糊糊睡着后 他再次来到了梦中的精神病院 他重处着往常的行径 可这次他发现 紧锁五年的大门居然可以打开了 他走进里面不断查看 片刻后他来到一上画满符咒的门前 推开门发现里面居然有一个女人 紧接着一道数据面板呈现眼前 病人尼克斯 更无事帮助尼克斯治疗精神疾病 当治疗进度达到规定后 可随即抽取尼克斯的部分能力 见此他傻眼了 尼克斯可是希腊神话中的 五位创世神之一 这么强的神也会得病吗 就在他一过女神 到底得了什么病史 尼克斯突然看向他尖叫 我的孩子 终于找到你了 我的好孩子 文言零奇也猛了 他从小被姨妈养了 确实不记得自己的父母 难道眼前的女人 真是自己的母亲 就在他错愕的时候 尼克斯竟直接朝他扑来 他刚要伸手音符 哪知尼克斯竟直接掠过了他 反手抱住了后方的花瓶 嘴里依旧不断低语着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的好孩子 随后尼克斯又跑向旁边的桌子 依旧重复着刚刚的话 见此零奇也一阵无语 搞了半天真是精神病了 等他再次醒来已是清晨 怎么给尼克斯治病成了他的首要问题 于是他来到医院 借口朋友将尼克斯的病症 说给医生听 最后医生诊断 尼克斯属于重度妄想症 建议住院治疗比较好 但零奇也的态度比较强硬 死活都说朋友的经济条件不允许住院 无奈医生给他开了几副药试试看 他拿着要回去试 思索到底要怎样才能将要带进梦 突然老赵出现拦住了他 他下意识转身就跑 但还是被老赵抓住 随后老赵将他带到爱情酒店 一把将他丢到床上 就在他认命自己真结不保时 突然老赵开口询问 你见过米加勒了吗 文言零七夜有些疑惑 什么是米加勒 老赵淡淡解释的 昨天那道金光 就是属于米加勒的能量波动 一开始他还以为零七夜是第六境 没想到只是刚入门的第一境 原来人类根据精神力强弱 将境续分为了六大境界 如碑斩之水少而不动 被称为第一境 斩境 如池塘之水多而不动 被称为第二境 池境 如川流之水多且流通 被称为第三境 川境 如海洋之水 浩渺之阔 被称为第四境 海境 打破空间维度 近似克莱因瓶 则是第六境克莱因 文言零七夜就询问老赵是什么境界 毕竟当时他一到一个鬼面人 那是相当帅气 老赵心痛表示他没有觉醒静虚 他杀怪靠的是战斗经验和格斗技巧 而获得静虚的方式有三种 第一种是天生静虚 第二种则是借助特殊的静虚物品 而第三种是神明赐予 有些神明会将自身的力量 给予选中的人类 让其成为自身在人间的代理人 不过相应的代理人 灭人类社会 让世间重归混沌的恶神代言 他们还创立了一个组织 名为古神教会 接着老赵一脸严肃询问他 李家乐给你的指令是什么 你是属于哪一方的 文言零七夜一脸不屑 他想做什么我不知道 就算下达命令我也不会去 大不了这双眼睛还给他便是 说罢零七夜便起身离去 对于拯救人类 他一点兴趣没有 他只想好好正经 让姨妈不用再这样心 一家人踏踏实实地过日子就好 回到家后 他再次来到梦中的精神病院 准备对尼克斯展开治疗 看着跪在地上 不停呼喊孩子的尼克斯 说到底他不过是太思念孩子了 想到这儿 他突然抱住了尼克斯 在他耳边轻声呼喊道 母亲 我回来了 尼克斯瞬间泪流满面 一把抱住了他 同时系统显示治疗 进度上涨3% 已经达到了 可以抽取能力的条件 随即他就点了抽取键 下一秒一到轮盘凭空显现 紧接着尼克斯 将一个碗地给他 上面还漂浮着星夜五折几个字 他将信将疑地伸手握去 接触字体的瞬间 他感觉有一股力量 在改造自己的身体 从灵魂到肉体都被洗涤了一年 第二天睡醒 他第一次感觉到神清气色 他出门将自己能看见的事情 告诉给林姨妈 文言姨妈泪流满面 弟弟也兴奋地手舞足蹈 来到学校同学们 也都在为他能看见感到开心 他庆幸自己终于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乃至当晚回去时 发现老赵竟出现在家里 他抬手与林姨爷打了声招呼 接着将一打钱放到桌子上 不等林姨爷反应 他便开始讲述起自己的过去 他六岁那年父亲就去世了 为了养活他 母亲一人打两份工 长大后的他本可以安安稳稳当个村单 可他却不顾母亲反对选择了当兵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他加入了守夜人 可惜从加入守夜人后 他就很少回家见过母亲 但他从不后悔 因为他背负着守护人类的使命 可林姨爷为了陪伴家人 做出了与他相反的抉择 老赵回想曾经的自己 所以想将这笔钱给他 让他好好孝顺一门 文言林姨爷拒绝了这笔钱 他表示自己已经可以看见了 就有本事养活一家人 老赵也不好多说什么准备起身离去 就在他离开后 对讲机突然传来紧急情况 发现鬼面王正朝老城去而去 文言老赵不敢有丝毫懈怠 因为此刻他正处于老城区 得知消息其他守夜人便开始纷纷驱散民众 就在老赵拿着告示牌返回 林姨爷所住小区时 突然一股尸臭一面扑来 他看向冒着黑气的井盖 知道自己这是中奖了 他当即向对讲机会报 遇到了鬼面王 得知对讲机那头 劝告他不要与鬼面王正面战斗 因为他没有觉醒进虚 一旦对敌几乎毫无胜算 只需要拖住十分钟等大不对道就好 看着身后灯火通明的小区 想来林姨爷还正在跟家人团聚 老赵明白如果自己不足 仅需五分钟 这座小区将不复存在 于是他喊手将告示牌猛的插向地面 煞食鬼面王吃痛 直接冲破了地面 看着朝自己扑杀而来的鬼面王 他当即拔刀应付 随后他开启无界空域 隐藏了这里的战斗 与此同时林姨爷还正在家吃晚饭 发现小黑在阳台狂飞步 他来到阳台安抚小黑 却发现了老赵使用无界空域的广告牌 他当即告离姨妈冲出房门 此刻无界空域内的老赵浑身是血 虽然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几招 但他却没有丝毫慌张 他点燃一根烟后 又再次冲向了鬼面王 煞食剑鸣声交响不停 终于他找到机会来到鬼面王身后 狠狠一刀刺激 奈何境界太大 根本刺不进去 鬼面王转身反手就将他拍飞 下一秒鬼面王发出嘶吼 鬼面王居然施展出了静虚鬼面相敌 能在范围内颠倒空间 欺骗一切生物的感知 瞬间老赵感觉头晕目眩 根本无法感应鬼面王的攻击 在接连挨了几掌后 他一刀刺进地理 稳住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试图感知攻击会从哪里落下 就在鬼面王准备一击毙命时 老赵突然转身挡住了攻击 找准时机高高跃起 刀砍向鬼面王的伯格 哪只刀居然卡住了 紧接着鬼面王的大拳 将他轰飞树米远 他艰难地从地上爬起 随后从身上抛出一枚文章 难难道 看来是时候了呀 原来这枚文章是守夜人的象征 同时也是最后的杀招 因为它可以燃烧守夜人的生命 到最后的时候觉醒静虚 但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落 突然这是告示排外传来愤怒的拍打声 赵空城 我知道你在里面 快放我进去 林七叶的声音愈发急切 文言老赵直接回绝了他 你个小屁还赶紧回家吃饭去 这可是鬼面王不是鬼面人 比你这小子高了两个境界 你放一万个心好了 只要有我赵空城在 这东西伤不了你一架半根毫毛 说把他掏出文章狠狠刺进自己的脖子 煞时他的气势陡然攀升 静虚 吟声闪月 他轻轻一刀 便将鬼面王的手臂斩断 看着痛苦不堪的鬼面王 他眼冒红光哈哈大笑 我就知道 我赵空城他娘的是个天才 鬼面王剑状再次使出 静虚鬼面相帝将他困住 可现在的老赵与先前那就是天囊之别 此刻他仅仅一挥刀 鬼面相帝就如同镜子被轻易斩碎 紧接着他拎着刀冲向鬼面王 竖刀红色利刃在鬼面王身上划过 他发出痛苦的嘶吼 突然老赵的身形一正 剑撞他一拳 将老赵轰飞 不等他得意 下一秒他的手臂就碎成了肉款 老赵狠狠地吐了一口血 没想到后劲这么大 没事 我还没死 我还能打 他缓缓站起身准备与鬼面王决一死战 突然这是空间屏障炸裂 老赵不可置信询问 你怎么进来的 灵七夜淡淡捋了捋头发 我只是瞪了他一眼 他就开了 原来他是因为刚好入夜出发了星夜无者 才让赤天使神威破开了屏障 就在他上前准备联手老赵一起制敌时 老赵却用刀拦住了他的屈股 表示让他去一边看着自己杀敌就行 可灵七夜一眼就看出老赵浑身骨骼 经脉寸断五脏军裂 他死咬牙关道 我再砍一刀 这刀砍完你再帮我也不迟 小子你看好了这刀会很帅 静虚 你生闪略 一刀巨型红色月牙乍现 将鬼面王的头颅砍翻在地 接着老赵直直朝地上栽去 他高举文章浅效果 临死前体验了一把禁虚 我做到了 横刀向冤血染天拳 灵七夜泪流满面 刚刚那刀太帅了 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要帅 你能不能教教我 不等他话说完老赵便彻底失去了生气 就这样灵七夜守护在老赵身旁 这时鬼面王的头颅突然破了 一只红色的蜘蛛从头颅中爬出 然而此刻灵七夜还在慢慢道 我这个人最欠不得别人人情 你救下了我的全世界 可我又能为你做什么呢 想到这他拔起老赵的刀 随后眼泛金光看着重新站起来的鬼面王 在星夜舞者的速度加持下 这一刻的零七夜仿佛化身鬼面 连续闪过鬼面王数十次攻击后 他面色冰冷抬起手 猛的刺像寄居在鬼面王身体里的蜘蛛 因为这才是真正的本体 剑一刀砍不死 他疯狂挥刀猛戳 石刀 百刀 千刀 看着逐渐崩溃的本体 他蓄力最后一击 下十一道金光暴发开来 鬼面王的本体消散不见 做完这一切 他收起老赵的刀 并绑在自己的身上 然后背起老赵的尸体 一脸坚定地宣誓 你救了我的全世界 作为交换 你的世界我替你守十年 不知走了多久 守夜人其他成员纷纷赶 看到老赵的尸体 他们无一不呆愣在当地 零七夜泪水加着雨水不停滑落 他用尽全身力气仰天狠刀 晚辈零七夜 宋赵空城将军 凯旋 第二天守夜人办公室内 零七夜向众人讲述了 老赵战死的全过程 并表示自己是 赤天使米加勒的代言员 想要加入守夜人十年 文言沉默也说道 加入守夜人 可是要经过严苛的训练 你真的做好了准备吗 零七夜郑重地点了点头 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而接下来的时间 因为要住在队长红英家里 零七夜提前预知了一年的薪水 让战友送给姨妈 很快他就接到了姨妈的电话 安慰解释了一番后 他再次来到梦中的精神病院 尼克斯见他郁郁寡欢 便提议将自己的镯子送给他 可一伸手才发现手镯不见了 思索许久 尼克斯才想起 是被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引走了 因为当时二人比拼造物 自己输了 于是将手镯给了女孩 文言零七夜满脸震惊 难道说在我之前 还有其他人来到这里吗 尼克斯点了点头 对啊 他好像兴计 于是零七夜直奔院长办公室 翻找线索 终于他在桌子下面 发现了小女孩留下的心 他说手镯只是借用而已 再见会还给尼克斯 信中还说到 这座精神病院有个地下空间 零七夜按照指示 发现这地下空间居然是座牢房 突然他发现 被自己斩杀的鬼面王居然在牢房内 他一脸疑惑看着眼前的鬼面王 这时系统面板弹出 解释鬼面王作为 被你亲手杀死的神话生物 你有权决定他灵魂命运的权利 选择一 可以直接磨灭他的灵魂 令其彻底泯灭于事件 选择二 让他对你的恐惧值达到六十 可将其聘用为病院护工 照顾病人的同时 能在一定程度上为你提供宝货 当前恐惧值为一 看完解释零七夜 才明白原来精神病院还有这个功能 只要亲手杀死 就能拘禁为自己所用 若是杀掉一位真正的神明 是否也会如此 突然鬼面王的嘶吼声 打断了他的思绪 他随即爆发出赤天使的神威 鬼面王顿时被吓得跪倒在地 虽然他很强很适合当护工 但零七夜并不喜欢他 于是零七夜抬手放在他脑袋上 随着一阵金光爆发 一把刀 告诉他等通过特训 才能拥有自己的配刀 在此之前就用这把 他看着手中的刀不禁伸出悲伤 因为这正是老赵的刀 对此队长解释说 你是他看中的人 他的刀就交给你保管 从今天开始每天上午你跟我练刀 下午和温奇莫学禁虚 晚上则和冷轩学枪 说吧队长拔出配刀 就准备开始特训 突出所料零七夜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中午温奇莫一边帮他包扎伤口 一边劝说他不要有心理压力 想当初自己第一次跟队长对练 可是被打躺了一天一夜 聊着聊着二人就说到了禁虚的事 零七夜表示 可以赶制半径20米内的所有东西 突然红鹰从二人身边走过 看着右翘右圆的臀部 二人对视野 零七夜认真道 白色底裤 因此两人身后的友谊原地达成 随后温奇莫开始讲解禁虚序列 所谓禁虚序列 就是人类对禁虚危险等级的划分 序列越靠前就越危险 禁虚序列600之后被归类为无害禁虚 这种禁虚的作用很小 最多就是杀杀文杵 序列400到599被分为低危禁虚 这种禁虚具备杀伤力但没有太大的威胁 合理使用或许有其效 序列200到399被称为危险禁虚 能对人类社会造成规模性威胁 具备了与神秘战斗的能力 序列90到199是高危禁虚 拥有极强的战斗力 持有这类禁虚序列的无疑是万里挑一的强者 譬如队长这样 至于序列在89之前的是超高危禁虚 不但拥有极强的大规模杀伤力 还拥有匪夷所思的特殊异能 这类的禁虚已经超出了人的范畴 动辄拥有毁灭一成的能力 而灵溪夜的凡尘神域序列号为003 但那是赤天使米加勒的 不是他的 他现在的能力侧重于感知与预判 虽然能使用赤天使神威 但真正的神虚的威能远不止这些 这种情况要么是赤天使支给他的一小部分能力 要么是其他能力一直都存在 只是他无法感觉到 而温奇默带他做的训练 就是让他的身体与能力逐渐磨合 随后他被带到训练室 这里有39000只威型气枪 每秒可以射出39000发橡胶弹 而他要做的就是用感知与动态视觉 尽量躲避子弹 但考虑到他的境界 温奇默决定从每秒50发开始 随着一排排气枪显现 灵溪夜的哀嚎声就没停过 夜晚他看着枪械图纸 虽然对高境界的神话生物作用很小 但对于低境界的神话生物 相知比冷冰气更有效 随着冷轩按下计时器 灵溪夜便开始组装 他脑海里不停回响每一个零件 接着上膛 三点一线瞄准目标 最后快速轻轻弹甲 整套过程行云流水 冷轩走近晚上一看 这个距离还能拖吧 怕是我爷爷带老花镜都不至于啊 闻言灵溪夜有些尴尬 我以前可能还不如老花眼 第二天他盯着厚厚的飞眼圈来到组织 刚到红莺就告诉他 有神话生物出现在了苍南第二中学 而报案人正是之前与灵溪夜一同 遭遇鬼灭人袭击的同学李一飞 昨晚李一飞去学校拿一落的作业 却不料碰到了班长和老师 他原本以为二人是来飞飞飞的 结果没想到班长进化生怪物将老师吃掉 紧接着怪物又吐出一个蛋 随着蛋内发出一阵哺鲁声 老师居然破壳钻了出来 李一飞害怕极了 一直躲到天亮才打来治理报案 文言队长分析这只怪物有伪装囤化的能力 很有可能已经造成了扩散感染 要知道在下级神话生物之中 囤化是最棘手的能力 稍不注意受害者就会指数极增长 危害也会急速扩大 而伪装则是更为危险的能力 代表它有着不逊于人类的质物 说到这一位队员推了推眼镜 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有可能整个二中都已经被感染了 甚至扩散到了校外 对此众人决定兵分两路 一对以受害人的社会关系为线索 寻找是否有其他被感染者 另一对进入学校内部 顺藤摸瓜 尽快找到本体所在 来到学校几人决定分头行动 红英和思晓南去办公楼调查教导主任 零七夜混入班级接触刘晓燕 顺便利用她的能力 尽可能地多发现一些被感染之人 她在楼道不停寻觅 一个 两个 三个 还有更多 她不敢相信光着一层楼居然就有六个 如果发生暴乱后果将不堪设想 于是她找到李一飞表示 需要一个赶至全校失声的机会 那就是生气一事 到时候她就能摸清全校的情况 与此同时另一边红英二人 发现被感染的老师并不在 借机他们迅速进屋调查 没想在地板下面竟发现了一张人品 这时生气广播响起 学生们都排队前往操场 这时零七夜发现人群中 有位女生被感染 见此她便询问李一飞女生的身份 李一飞说女生是隔壁班的田里 跟刘晓燕一个宿舍的 文言零七夜当即通知红英二人 表示感染源头可能是在女生宿舍 而她则是来到生气台下 一把夺过同学手中的国旗 校领导临时通知更换旗舍 同学你可以走了 说到她就走上了生气台 随后闭上双眼 顿时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随着感知范围越来越大 她发现人群中到处都是感染体 随后她一跃跳下生气台 迅速将这一情况通过对讲机告知对着 整个学校至少60名师生被感染 如果想要秘密解决 怕是不太可能 一旦本体知道了我们的存在 怕是会控制60多位感染者 对师生进行无差别攻击 如果一旦有落网至于逃出学校 那将是一场波及权势的灾难 文言队长让她先冷静下来 因为感染者已经向外渗透 通过调查刘晓燕和老师的住处发现 他们的家人已经全部被感染了 书画间她抬手一键便解决了一只怪物 我们会逐一检查感染者的社会关系 阻断感染者传播 而学校那边就交给你们了 务必在最短的时间里找到本体并解决 另外我会让冷轩张开无界空域 将二终变成一座孤岛 这样你们就可以放手一捕 林奇也答应了下来 随后急忙赶到女生宿舍 告知红英升旗提前结束了 现在有一批女生正要返回宿舍 二人还没来得及撤离 就被一群同学撞见了 看着红英傲人的胸肌 女同学一眼断定他们不是本校的学生 于是便询问他们是几班的 红英借口了两句就要离去 见状几位女生会心一笑 随后快步拦住了红英二人 二位漂亮姐姐别急着走嘛 你们的皮肤真好了 究竟是怎么保养的 说着他们上下起手就摸了上去 这么好看就让我尝尝味道吧 说着他们露出怪物本体 朝红英二人扑咬而去 见状红英打开手中的盒子 煞食一把火长枪赫然出现在他手中 他只是轻轻一甩一只怪物 就变得只剩头颅 另外两只怪物看上 紧接着他转动长枪 又是一挥 两只怪物瞬间火焰附体燃烧殆尽 见状红英黑黑一笑 长得丑就算了 实力还这么差 这时他们发现走廊的镜头 又出现一位感染者 就当红英抬手准备攻击时 发觉周围越来越多感染者出现 且正慢慢朝他们包围 见状红英冷笑道 接下来是热声环节了 片刻后女生宿舍爆炸声响起 与此同时班级里正在上演一场爱情盛宴 刘远手持AD盖奶 向韩若若深情表白 若若我其实喜欢你很久了 听后欣喜万分 殊不知她已经被盯上了 突然零七夜拍桌而起 韩若若同学 其实我也喜欢你很久了 你能不能做我女朋友 顿时班上爆发出激烈的呼喊 刘远已经彻底猛圈了 长这么大 还是头一次听到表白还能截胡的呀 此刻韩若若害羞回复 那好吧 我答应你 文言零七夜起身便往外走去 那放学后咱们撤雇剑 与此同时女生宿舍楼已经乱作一团 剑状冷轩掏出告示牌 哪知下一秒告示牌居然变成了绿子 很快众人都注意到了变绿的天空 零七夜明白这是无界空域出现了问题 但现在女生宿舍被封锁住了 她无法跟红英会合 对此她当即让身边的李一飞制造点动静出来 把人吸引走 身负艰难重任 李一飞缓缓走向女生群 紧接着便开始对着记得名字的女生逐一开始表白 众人惊呼间 零七夜也顺利摸进了宿舍楼 与此同时红英也已将楼上的感染者清除干净 这是一位老师出现拉着思小男就跑 说什么很危险 赶紧离开着 突然一枚子弹直射老师胸膛 下一秒老师就露出怪物本体 眼看大嘴就要咬向思小男 千军一发之际零七夜一步七个台阶 枪直击怪物下额 枪击断怪物头颅 匆匆赶来的红英松下一口大气 还好你及时赶到 没有发生意外 于是三人便开始分析起本体的位置 按理说应该还在女生宿舍的 可现在这栋楼的怪物都应该被清除完了 难不成他察觉到心意不溜走吗 不然思小男手举上方紧张说道 你们看那个是什么 学校发生暴乱学生们四散而逃 可少年却不选择逃跑 反倒是掏出了枪和刀 收割人群中学生的生命 而他这都是为了保护学生 因为被他杀掉的人都是怪物 就在刚刚零七夜几人商讨怪物本体所在地点时 思小男惊恐地发现 楼梯上方出现了一具舌头怪物 近撞红英和零七夜一路追到了顶层 那怪物站在天台边蓄力 随后大吼一声 下时就将他们二人震的头晕目眩 与此同时藏匿在人群中的感染者 都在这一刻露出了怪物的模样 朝身边同学们扑咬 做完这一切舌头怪物便逃离了这 而下方的同学们已经陷入了混乱当中 他们纷纷拍打着屏障想要逃离 见状二人分工明确 战斗力高的红英去追击舌头怪物 而零七夜负责维护好学生秩序 他来到人群中心 拼命呼吁众人冷静下来听他安排 可被恐惧笼罩的学生们哪听得进去这些 看着在人群中煽动情绪的感染者 他明白在这样下去事件发展会失控 于是他掏出手枪朝着天空 煞事周围人都呆愣在原地不敢言语 见机他快速挥刀 砍向人群中的感染者 解决完他命学生们排队出校目 要是赶不守规矩就跟怪物一个下场 安排完学生离开后 他通知冷轩关闭通道 自己要进去救人吧 并询问为什么无界空域会变成绿色 冷轩说是碰到了什么奇怪的地方 但好在作用没有受到影响 与此同时李一飞正组织一群男同学反攻怪物 就在他们准备营救被困同学时 突然几只怪物闻声寻乱 解决了其中一位同学 好在教室里的同学及时开门放他们进去 这才暂时逃过一劫 可怪物撞门的动静太大 将附近的同类都吸引了过来 短短两分半他们就撞开了教室门 见此教室里的学生们心如死灰 突然零七夜手持长刀出现 你们几个丑八怪 要不来陪我玩啊 此举也是直接将怪物的仇恨转 零七夜舞动长刀一刀一断 短短两秒半就将怪物们尽数斩杀 这一幕将教室内的同学们看得目瞪口呆 这是一位同学竟研究起怪物的尸体 接着他紧紧握着零七夜的手满眼崇拜的 你好 我叫安清瑜 文言零七夜简单地回了一句名字 随后他问李一飞 韩若若和刘晓燕现在是什么情况 李一飞表示他们混在人群中并没有发布 于是他找了个理由把他们隔离在教室 不错 你做得很好 听到零七夜对自己的肯定 他欣喜万分求零七夜到时候在首页人那边说点好话 毕竟他可是仰慕那个地方很久 文言零七夜让他先将同学们送去大礼堂 现在还不是说事的时候 这是红英告诉零七夜怪物逃脱了 但副队长翻阅资料了解道 这怪物名叫南驼蛇妖 具备极强的伪装能力和极高的智慧 能够不入声色混入人类社会 将生物吞噬后会在气体内植入蛇种以操控行动 但他的感染能力也存在限制 本体一天只能产出一个蛇种 得知信息零七夜明白 此药已经在学校潜伏很久 忽然安清瑜追上来问他 像今天这种怪物是不是一直都存在人类社会中 零七夜点了点头肯定了他的说法 反正事后要清除记忆的 所以零七夜并没有并 安清瑜继续追问 那为什么我们还能一无所知地活着 那是因为有人在替你们守望黑夜 听到零七夜的话他欣喜万分 没想到这世界上除了科学还有这样神奇的生物 他告诉零七夜自己现在刚读完生物学硕士内容 下半年打算攻读博士 主要研究生物的遗传与基因突变 请求零七夜可以让他提取一些怪物的样本切片分析 文言零七夜说自己要去五楼救人没工夫搭理他 这时李一飞带着一群男同学答案 表示想同去救人帮忙分担一些压力 回想自己的精神力确实快要见底 于是零七夜便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与此同时刘远将格林寒弱弱的教师们打开 这一举动也是引起了李一飞小老弟们的不满 千军一发之际 零七夜及时出现一刀斩断了怪物头颅 随后缓步来到刘远身前 看到刘远要跟他玩命的架势 零七夜让开了路任期离去 接着他让李一飞将剩下的同学也带去大礼堂 这时安清渝来到他耳边说了一些自己的发现 文言零七夜满脸震惊 接着将手枪交给了安清渝 让其小心谨慎一些 随后他独自寻找难驼蛇妖的本体 冷轩告诉他韩若若二人进了梅玉楼 赶到后他第一时间通知了红英 而此刻钢琴房内韩若若留远二人正准备飞飞飞 下一秒韩若若就露出原貌 等零七夜赶到时 留远已经被感染了 见此零七夜一刀送其归西 哪知下一秒南驼蛇妖一尾巴差点将他拍死 这把零七夜吓得撒腿就跑 但后方的南驼蛇妖也是一直群追不舍 对此他发动最后一丝精神力飞机 却讲一段一条尾巴的南驼蛇腾的仰天木 混乱中另一条尾巴在零七夜甩飞了出去 看着直冲踏而来的南驼蛇妖 零七夜人麻辣 不会第一天执行任务就要光荣牺牲了 突然红英的火枪出现击退了本体 看着红英伸手的动作 零七夜心中一门 有队友就是好了 下一秒红英稳稳接住了长枪 而他则直直坠落在灌木丛 红英关心询问 你没事吧 文言零七夜无语了 一点是没有 你专心对付南驼蛇妖吧 乃至本体看到三人会合撒腿就跑 幸好零七夜的眼睛能看清他的逃跑轨迹 得知未知信息 红英五动鼓枪 随后蓄力致出 等众人感到本体已经彻底死去 但零七夜看着尸体却若有所思起来 随后他感到李唐通知众人已经安全了 李一飞见状上前握住他的手 七夜 我这次立了这么大功 加入守夜人应该没问题 突然一柄手枪抵住了他的脑 零七夜连开三枪清空了弹架 少年的脑袋被同学用枪开了三个洞 可他并没有死去 而是不断认可自己是觉醒了超能力 原来在零七夜没来大礼堂前 安清瑜一直在有意无意询问 李一飞有关守夜人的信息 期间李一飞的言语都是自信能加入守夜人 而在看到他见到零七夜那殷勤的样子 让安清瑜断定他就是难驼蛇妖 但重担后的他似乎还没反应过来 他一直咬定自己是李一飞 不可能是难驼蛇妖 此刻的他仿佛身体内存在两种人格在互相争夺 对此零七夜一把将他拉近身边 在赤天使的神威下终于是原形毕物 他不解询问零七夜 你究竟是怎么发现的 凭你的境界是无法看透我的伪装才对 文言零七夜淡淡道 你的破绽简直太多了 既然想逃为何明目张胆跑到情房 既然要屠杀为何不把感染范围扩大 看似杂乱无章毫无规律 但经过偷解分析发现 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凸显李一飞是个英雄 拯救同学奋不顾身 而这位的就是进入守夜人 于是我跟安清瑜做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蓝驼蛇妖为了做到完美伪装 孕育出了第二个人格 那个人格正是李一飞 不出意外你可以凭借寿命和天赋 尽情享受人类社会的一切 但半个月前鬼灭亡事件 让你感到了危机 你开始害怕惶恐 担心自己也会被守夜人猎上 凭战斗力你赢不了守夜人 于是你便自导自演了这场大戏 只为加入守夜人 好超脱于这潭浑水之外 文言南驼蛇妖不禁拍手叫好 真是精彩 万万没想到我竟然会栽进你们手上 下一刻他便露出了本体 看着弓向自己的大手 零七夜微微一笑 道歉 夜色降临强弱逆转了 在星夜舞者的加持下 只见战场上出现无数道残影 下一秒南驼蛇妖全身同时裂开数个刀口 趁机零七夜一刀斩首 就在众人收队回去时 一位队员着急忙慌说道 陈队长 出事了 南驼蛇妖的头不见了 我怀疑是有人将驼藏了起来 文言沉默也当即命人将梦境而语 在整个校园范围内播放 被洗掉记忆后他就会自投落望 此刻安清于在校园内拼命无耳狂奔 他打开颈盖 顺利躲进了下水道 他着急打开背包 想要看一眼南驼蛇妖的头颅 下一秒他的眼睛闪漏绿光 他甚至可以看清手掌的内部 接着他用小刀疯狂切割头颅 且嘴里还在不停喊着我懂吗 我懂吗 原来是这样运作的 简直太有意思 收队后 零七夜来到了精神病院的地牢 系统提示再次显现 与先前鬼面王不同的是 这次的南驼蛇妖有两个忠诚值 这让他不禁怀疑是不是双重人格导致 于是他询问南驼蛇妖 现在该是你向我展现价值的时候 我不满意你就可以消失了 南驼蛇妖跪在地上将自己的优势一一说出 但零七夜听后却不满意 于是询问他会不会照顾精神病院 逗老太太开心就行 文言南驼蛇妖气死 你妈的 干我干这种活 干脆弄死我算了 但看到零七夜真准备动手 他又吓得缩了回去 表示他不会 但李一飞很擅长 于是零七夜掏出劳动合同 让他非必要时刻这具身体 都由李一飞整顾 因此李一飞顺利成为了 精神病院的第一位护工 尼克斯看到他的第一眼 就当成了自己的孙子 而这大半个月 零七夜每天都与尼克斯聊天吃药 病情已经好转了许多 相信不用多久治疗进度 就能达到百分之五十 在这段时间 他用温其末的修炼法 已经彻底稳固了斩镜 相信用不了多久 就能突破到下一个境界 而再过几天 苍南的新兵集训就要开始了 与此同时某出寺庙内 一位男子正在敲墓鱼修心 突然他像失控一般疯狂敲击着墓鱼 直到主持出现才打断了他 曹渊施主 您的信来了 看着信中内容 他疑惑询问主持 我身上罪孽深重 您觉得我是否该去呢 主持说他已在这佛庙尽心五载 心中魔性已被镇压 建议他前去 临行前主持提醒曹渊 此行前往苍南或寓一贵人 若抓住机缘 不仅能洗刷罪孽 还能修成正果 文言曹渊便询问主持贵人的特征 双目立身 八神取义 入夜十载 度我示人 这是新兵们为了尊严的一战 红境界的情况下239人打5人 只要掀开5位 其中任意一位的面具 就能获胜提前解议 可男人却说打这些新兵 他一人足以 就在刚刚林七夜来到了训练营 接待他的侍卫叫洪浩的教官 洪浩先是带着他熟悉了一下周围的环境 他发现路过的人一直在有意无意打扰着他 对此他询问洪浩为什么他们老是盯着自己看 洪浩说神明代理人可是稀罕活 上一个从集训营走出去的神明代理人 现在已经是假面小队的队长了 要知道假面小队可是四大特别行动小队之一 四位队长的实力在整个大下国守夜人中 都是仅次于总司令的存在 所以对你感到好奇也是正常现象 与此同时远处一位教官看着林七夜方向笑了些 本以为赤天使的代理人会摆摆架子 但现在看起来还不错 我喜欢 说到这他无奈揉了揉头 今年这都是什么鬼阵容 除了林七夜这个神明代理人 还有三个超高危级禁需拥有者 其中一个序列至少在前五十 要是没有假面小队 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了解完训练营的大致情况 林七夜来到了宿舍 突然一位魁梧的安保大力推开了门 一群安保捧的东西走了进去 接着各站两边给少年留出一条路 突然少年紧握林七夜的手 满脸放光说了句歌 这可把林七夜整不回了 随后少年命安保将见面里都搬出来 他表示自己叫百里屠民 让林七夜叫他胖胖也行 这些动辄几百万的手表是他家的特权 让林七夜随便拿别嫌弃 林七夜简单做了一下自我介绍 随后便拒绝了胖胖的好意转身离去 两天后新兵训练开始 总教官袁刚在台上诋毁新兵整整两个半小时 这时有位少年下意识发出鄙夷的声音 袁刚听后来了兴致 怎么了是有人不服吗 先前的少年率先举手示意 哪知下一秒人群中举手的人越来越多 见此袁刚怒吼道 既然你们这么多人不服 那我就给你们一个机会 一个认清你们自己的机会 此刻一架飞机上假面小队众人正吃着烤肉 下一秒机舱底部突然打开 几人就这样直直朝下坠率 看到威风凛凛的假面小队 台下爆发出激烈的讨论 众人没想到居然真的将假面小队请了过来 且出场方式居然还这么帅 见状袁刚浅笑的 谁叫你们不服呢 等一下就让你们认清自己 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顶尖高手 于是袁刚宣读规则 假面小队全员将自身境界压制到斩禁 239名新兵对战假面小队伍 无论用什么手段 只要能接下假面小队中任意一人的面具就算了 对战时间是现在至晚上9点 说吧教官队伍就离开了现场 下一刻场地火光冲天 众人纷纷开启竞虚进攻 但这时零七夜却拉着胖胖往后方跑 对此胖胖有些不急 明明假面小队都要完蛋了 为什么我们要跑啊 文言零七夜淡淡的 特殊小队哪可能这么容易就被打 他们的战力现在还完全未知 在不知道他们竞虚能力和战斗方式的情况下 贸然往前冲简直就是送死 果然如零七夜所言 此刻发起攻击的新兵不仅为伤假面小队分后 甚至还被他们一击打飞了 而此刻零七夜拉着胖胖来到了武器库 可却发现武器库的门是锁住的 由于他的禁虚没有大规模破坏的能力 所以他让胖胖用禁虚试试 乃至胖胖说自己根本没有禁虚 听此零七夜猛了 你到底是怎么混进守夜人的 突然一名红发女子跑来 磅礴气场从他周身涌现 下一秒武器库大门就被封得粉碎 于是零七夜询问他是不是用的超高危机禁虚 但女人的态度却很傲慢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你以为自己是谁 文言零七夜挥剑直朝女人驳梗而去 男人的手臂被砍断 可他仅用两秒半就恢复如初 原来他是在剑处碰到身体的瞬间 将手臂分解成了月光 而这正是假面小队队员越轨的能力 就在刚刚零七夜突然挥刀砍向茉莉 茉莉本能出刀抵打 却发现了不对劲 只见另一柄长刀与零七夜的刀碰撞在了一起 看到这情况胖胖母圈了 这是什么情况 一把自动的刀呢 零七夜说是有个家伙能隐藏自己的身形罢 下一秒假面小队的月轨解除隐身询问 你就是那赤天使代理人吧 身上的气息和队长很像 难怪你能看出我的存在 原来在先前与新兵大战时 王面就猜测会有新兵来捂气苦 这才让月轨前来解决他们 此刻茉莉开启禁虚 势必要让这个在背后捅刀子的人好看 她一刀就将月轨的右手斩断 剑撞月轨淡淡说道 能够控制物体的振动频率 又是个危险的禁虚拟 下一秒她的手就恢复了原貌 茉莉一脸不可置信 这是怎么回事 高速再生也不可能这么快吧 看穿一切的零七夜解释说 你的攻击根本没有攻击到她 因为在你封刃处碰到她身体的瞬间 她把自己的手臂分解成了月光 避开了攻击 文言月轨冷笑道 果然赤天使代理人才是最危险的呀 什么都被你看出来了 那我只能先干掉你了 零人身后爆炸声响起 一群新兵手持武器兴奋道 只有一个假面 她迎着火力点冲锋 剑撞新兵们傻眼了 我滴个青凉脸 怎么打不中这脚 此刻月轨已经近身来到他们身前 看着劈向众人的刀 零七夜闪身出现挡住了攻击 接着她露出赤天使神威 月轨突然身形一顿 斩镜就有如此压制力 这就是神明代理人吗 这时她发现竞续被压制无法越化 紧接着零七夜挥刀直冲 顿时二人爆发出激烈的碰撞声 连续数道复发剑出 二人的刀派到了极致 不然零七夜后撤身形大好 就是现在 快开火 新兵们当即举枪准备射击 可下一秒 他们的武器竟都自己悬促空中 拉都拉不下 只见假面小队成员 漩涡和强威出现 接下来是猎杀时刻了 这是新兵们最屈辱的一战 从境界的情况下 四十位新兵被四名老兵包围 他们只能站在原地任由背走 更有老兵嘲讽他们是基隆里的小鸡子 就在刚刚漩涡用立场转换 将新兵们的武器劫持 越轨急忙赶到队友身旁说道 还好你们来得及时 新兵里有个神明代理人 非常不好对付 漩涡轻笑说 神明代理人又能怎么样 现在的他就是个新兵而已 看漩涡爷爷怎么给他军训的 听到二人交谈 强威听不下去 当即摆了白手 让他们火速解决赶去下个场子 茉莉面色凝重 看向零七夜 现在怎么办 跟他们拼了吗 零七夜说不要轻举妄动 听他安排 他对着其他新兵大喊道 大家听我说 他们假面小队就算在厉害 也只有四个人 即使我们打不赢 但只要所有人能同时突围 就绝对有逃出去的可能 新兵们当即觉得此计可行 打不过就跑了 不丢人 听闻漩涡笑了 你们这些小鸡仔 怎么就想着到处跑 乖乖进笼子早点完事不好吗 更何况有我们再怎么可能 让你们跑掉 这是零七夜小声 在茉莉耳边说的 等会你用静蓄 破开旁边的墙壁 随后他手持长刀 呼吁众人发起进攻 找准时机逃离 闻言强威气势陡然攀升 想要强攻吗 就让我陪你们玩啊 见此一幕 新兵们都被吓得呆愣在当场 此刻茉莉手握太刀蓄力 一刀便展开了身旁的墙壁 零七夜随即大吼 就是现在赶紧行报 看到逃离的希望 众人纷纷行动了几 毕竟谁跑慢了谁就是前凯 剑撞漩涡操控立场 刺出数道冰刃 顿时新兵们被搞得乱作一团 这时强威抬手 召唤出一柄巴掌高的锯锤 看我怎么一只手 搞定这些小鸡仔的 说吧他将锯锤 砸向墙壁裂缝处 直接将缺口捕死 他站在锤子上 系列看向下方的新兵 接着跑啊 你们怎么不跑啊 见此一幕胖胖傻眼了 我的妈 这假面小队也太狠了吧 要不我还是用 话还没说完 零七夜拎起他就跑 不是说突围吗 你这是干嘛 零七夜无语解释 你是不是傻呀 大门现在没人 直接走不就好了 就这样零七夜胖胖 茉莉三人光明正大 从大门里 茉莉健壮都不由称赞起来 用那些新兵当幌子 吸引假面小队注意 你是真的狗啊 注意到这一情况 漩涡当即向王面汇报 于是王面让强威等人 将眼下的新兵送出去 而漩涡则去解决掉 逃脱的三人 为了打磨新兵的心性与傲气 训练引起来了 四大特别行动队之一的 假面小队正场子 不料场子没震中 其中一名队员 还险些被新兵炸死 刚刚漩涡听从王面 安排前去解决 逃脱的三位新兵 就在他追出时 一辆推车突兀地朝他而来 只见此刻零七夜首 拿药是十分惬意 漩涡疑惑 看向推车内 发现里面竟堆放了 满满一车炸药 且马上就要爆炸了 火光冲天 将周围的一切吞噬殆尽 烟雾散去 只见刚刚还一粒眼前的武器库 居然被炸药移为了平底 假面小队 其他成员不可思议 看着眼前的壮观 好像是门口先炸起来的 然后连带着武器库里的弹药 都跟着训报 此刻烟雾中 漩涡骂咧咧地走了出来 这小子的心是真特娘的黑啊 要不是我反应快 及时张开了吞噬漩涡 不然怕不是面具没了 而是人都要凉凉了 他下意识摸了一下脸上的面具 庆幸还好没翻车 与此同时 众教官们见此都称赞不如 这个零七夜可以啊 不愧是神明代理人 这种情况下都能突围成功 还差点将漩涡炸死 这时另一位教官 看着手中的报告发出疑问 零七夜为什么到现在 都没有使用赤天使的神域呢 那可是序列003的凡尘神域啊 如果他刚刚使用的话 不用引爆炸药 也能轻松闯出去 闻言员刚说 他是在等一个机会 而此刻零七夜三人 也顺利逃到了安全的地方 胖胖一脸担忧说道 七夜 你下手这么狠 不会直接把他炸死了吧 零七夜倒是不以为人 如果这么容易就死了 那他就乘靠关系进的特殊小店 可惜刚刚没把他面具炸掉 不然就赢了 这时茉莉主动开口介绍起自己 茉莉 禁虚万象屏洞 序列零七六 能在禁虚范围控制一切与我 直接或者间接接触的物体的振动频率 零七夜 是天使代理人 那位胖子叫百里脱明 他没有禁虚 随即茉莉认真看向他 刚刚你为什么要骗他们 向着墙的方向突围 然后又抛下他们跑了 零七夜说他们本来就不可能逃掉 我们能突围出来 是因为只有三人 一旦突围人数再多些 假面小队必然会调转主力来拦紧 历史我们谁都走不扔 说到底 我们只是利用了自身与多数人的价值上 逼假面小队做了一个选择 如果我们硬着头皮和其他人一起突围 反而一个人都逃不出来 听此胖胖一脸担忧 按你这么说 假面小队也太可怕 那我们输定了呀 零七夜否定了他的说法 你错了 只要我们不出局就有机会 目前淘汰了大量新兵 能留下来的都与我们一样组成了团队 准备在各个角落找机会扶击假面小队 假面小队一定会抓紧时间将他们各个击毁 而集训营中能具备潜伏作战的地方之一 食堂 教室 宿舍楼 战术研究室 而这些地点装 只有宿舍楼的面积最大隐蔽性最高 所以埋伏的团队肯定也是最多的 而假面小队考虑到时间体力精神力消耗 就必然会在一开始选择最难啃的那块木头 但假面小队有个致命的破绽 那就是人数劣势 而这也正是我们最大的计划 也是时候主动出击了 与此同时假面小队众人皆以赶到宿舍楼下 一群新兵正偷摸商量如何捣死老兵 不料老兵在人群中听到了所有计划 可老兵并没有选择通风暴起 而是当着众人的面开始吐槽起战术的缺险 就在刚刚假面小队全员赶到了宿舍楼 此刻某间宿舍内一位报道少年 正在劝说曹渊一起去与沈青竹商量战术 这样就能赢过假面直接结束集训了 可曹渊却表示让他们自己商量不用待他 少年着急质问 难道也会假面小队杀上来 你就这么坐着等他们把你淘汰出局吗 曹渊点了点头应了一声 剑根本沟通不了 少年气得将大刀摔在地上目斥 你简直不可理喻 说罢便摔门而去 得知此事的沈青竹不屑说道 算了 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 估计就是个胆小怕失的懦夫 真叫来多半也没啥用 少年担忧询问 沈哥 在这伏击会不会太明显的地 咱们人这么少 假面冲上来一波就能把咱们全部带走吗 而就在此时 越轨竞出现在他们的身后 毫无察觉的沈青竹正自信向少年解释 你都能想到 假面怎么会想不到 就这么点人还敢站在那么明显的地方 他们肯定会判断在我们附近还有其他埋伏 假面最大的劣势就是人生 只要他们分人去周边探查 我们就有机会逐个鸡谱 闻言新兵们纷纷赞叹 妙计啊 不愧是沈哥 而在他们拍马屁十月鬼流那说道 你是傻逼吗 话音刚落众人都被吓得后退 抱歉了各位 听了这么久还是忍不住想吐槽一下 你这个计划漏洞太多了 我和你说 在战场上少玩点心 一旦对面不按照你的响耍出牌 那就玩砸了呀 是假面 他什么时候混进来的 他就一个人快干他 大家不要怕一起上 看着冲向自己的新兵 越轨闪电般出手轻松将他们打晕 看着一瞬间倒地的同伴 其余新兵都愣在当场不敢有所动作 沈青竹看着越轨思绪万千 突然他脸色阴沉打了个响耳 煞时一道灰黑色屏障以他为中心展开 很快便将越轨所处地包裹 被困其中的越轨发现了一丝丝不对劲 这时沈青竹开口道 假面 我知道你听不到我的声音 但你应该能看懂我的嘴心 现在这附近所有的气体都被我抽离了 真空环境下 人类并不会马上死了 当外界的气体压力消失后 人体内的气体便会膨胀 并从口鼻和肛门排出 一点一点的被榨干 同时血管内的微气泡会膨胀 产生泡沫状血液堵塞血管 导致内出血 16秒 这个真空环境内除我以外的所有人都只能活16秒 现在已经过去了7秒 你最好自己摘下面去 否则我不介意把你和他们一起杀死在这 就在这时一柄长刀朝他爆手而去 他本能出刀抵挡 突然他意识到不对劲 但为时已晚 他竟被空气踢飞了 月鬼缓缓解除隐身面色阴冷地看着他 他的身形衰落在静虚外 这片空间内的气体再度回归 新兵们勾搂在地猛系空气 月鬼语气冰冷到了极点 你的疯子 一次比试 竟然下如此狠手 沈青竹颤颤微微抬起手 不这样 怎么把你逼出来了 此刻他终止的戒指冒出滋滋能量 下一秒剧烈的爆炸轰然爆发 新兵们为了可以提前结业 竟联合100人将5位老兵困死 人手一支狙击枪对准老兵脑袋 可被困老兵见状却是淡然一笑 就在刚刚宿舍楼顶发生大爆炸 一直在远处偷摸观察的零七夜三人 也是注意到这一情况 可我想的一样 假面小队先分散开在宿舍区扩大搜索面 任意员接敌后 所有人迅速向他靠路 这家伙是叫沈青竹吧 动静闹得虽然大 但照样还是没有炸开面具 而且现在假面小队 已经开始向着他的方向集中了 文言胖胖疑惑询问 你刚刚不是说要主动狩猎假面小队吗 那我们怎么还在这吃瓜旁观呢 茉莉回怼道 笨蛋 他正在等假面小队的队长出手呢 到现在只有他的能力还是未知的 狩猎前摸清猎物的情报 这可是常识 经过一番观察 零七夜觉得这个沈青竹 恐怕还有后手 与此同时 越鬼与沈青竹正在上演一场追逐大戏 见沈青竹一直在追着放爆炸 越鬼随即将长刀甩向后方 想要暂时拖住沈青竹的部分 哪只长刀却被屏障挡住 最后又重新朝他射来 好在他提前将身体跃滑 这才没有受到实质性的伤害 接着沈青竹抬手 接着再次冒出滋滋能量 煞事剧烈的爆炸轰然爆发 越鬼从浓烟中走出有些脑 这群新兵怎么这么喜欢搞爆炸呀 都是艺术系毕业的吗 沈青竹说当空气中氧气和氮气的含量 被压缩到一定里面 就会具备爆燃的条件 只要稍稍加入一些火花 就能引发爆炸 这种大范围无差别杀伤能力 正是你的天敌 文言越鬼扶了浮面具 但你只能调动周围半径 十米范围内的空气不是吗 以你现在的境界 离大范围无差别杀伤还差十万八千里呢 对付你足够了 说吧沈青竹再次朝越鬼冲去 突然他头顶光线变暗 似乎被什么笼罩一般 抬头望去发现 今是个巨型正方形的物体从天而降 吓得他急忙势力抵倒 巴掌高的巨锤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强威将锤子缩小玩味说道 禁需序列068气敏超高危机 难怪原教官要我们出事 这确实有点难办 此刻假面小队全员会合 漩涡望向四周疑惑不如 据说这次新兵中 除了一个神明代理人之外 还有三个超高危 刚刚那个拿太刀的女子 这个操控空气的男人 还有一个在哪 王面淡淡说道 我们中极了 漩涡猛圈了 啥意思啊 话音刚落两侧宿舍楼窗户突然破锁 一只只狙击枪从中探出 甚至还有几个榴弹发射器 对准的方向正是假面小队五人的脑 与此同时后方有四位新兵缓缓朝他们而来 他们同时将手伸向地面 煞食掩土同漫拔地而起 死死地堵住了五人的去路 再配合宿舍楼结构 此地俨然成为一座封闭的决斗场 烟雾散去沈青竹领着数十名新兵出现 将军了 假面 新兵们为了提前毕业 净疯狂朝老兵们开火 子弹榴弹跟不要钱一样猛射 可在弹药临近老兵周身时居然停滞在了半空 此刻沈青竹带领百位新兵完成了对假面小队的包围 他吃笑看着假面小队说道 你们不会是以为假面中有人能隐身这个情况 我们打到现在还不知道吧 其实真正的作战布置早就完成了 刚刚那个计划就是说给这位戴月亮面具的隐身刺客听了 不过也正常 毕竟在真正的战场上 对面不一定按照你们的想法出拍不是吗 此话一出越轨尴尬 怪不得这小子一直追着武方爆炸 天平也不由称赞起来 这个布置确实很聪明 他们知道正面站岗 所以在这里搞了个封闭式的环形火力网 充分发挥人数优势 这是想把我们磨死 漩涡这时看向王面说道 这下有点难搞啊 队长你这也该出手了吧 我还想早点回去吃烤肉呢 见漩涡如此嚣张 新兵们当即开火 子弹榴弹跟不要钱一样疯狂朝假面小队射去 漩涡抬手张开一道巨型紫色漩涡吞噬着所有攻击 见攻击都失笑了新兵们不由紧张起来 沈青竹大喊道 继续攻击 他们只有斩尽的精神力 这个紫漩涡坚持不了多久 不要被他们的花架子吓到 我不其然漩涡正向王面素 说自己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 真的快要坚持不住了 听此王面淡淡道 你停手吧 煞食紫色漩涡消失弹药被引爆 见状新兵们都激动了起来 成功了 兄弟们 继续不要停 可那些子弹在靠近王面身边使劲都停滞不前 沈青竹不可思议经历这一切 动作被减慢了吗 拔出腰间的黑刀 下一刻场中爆发出耀眼的金光 只见一道巨型刀芒 将整栋大楼对半劈开 且刀弓难时相当惊细 精准地避开了每一位心灵 远处偷摸观察的茉莉不可置信 看着这一幕 他失神喃喃自语 这真的是斩尽吗 灵七夜说王面确实还保持着对自己禁忌的压制 刚刚还是处于斩尽状态 但这威力属实有点超出常识 一边置缓了时间 一边又斩出那么离谱的刀芒 他的神须到底是什么 这是胖胖淡淡说的 王面背后的神明是时间之神克罗诺斯 代号零一七 其实他的神须就是控制时间而已 至于这道墙的离谱的刀芒 你们可以理解为他作弊 他手里的那柄黑刀是一件镜屋 能够展开序列301的禁虚一鸢 效果是将自身的速度凝聚成刀钢 速度越快 刀钢越强 虽然这件镜屋自身的危险等级不高 但在王面的手里 却拥有着堪比超高威的杀伤力 只用斩镜的枷锁 就能挥出堪比穿镜的刀钢 这二人一直在傻愣愣地看着自己 胖胖满脸尴尬 你们这么看着我干嘛呀 都给我整不好意思 零七夜疑惑询问 你怎么对王面手里那把武器这么了解 不要胖胖说那把医院 本来就是他们家之前为了拉拢他 刻意送给他的 并表示自己小时候经常用那把刀来砍蚊子 茉莉满脸震惊 你说是你们家 你又叫百里图名 是那个被称为禁物博物馆的百里世家吗 胖胖满意地摆了白手 低调低调 我只是个来自普通家庭的孩子吧 茉莉看着他的样子 眸中的鄙夷之色更浓了 我最讨厌富家公子哥了 越富越讨厌 胖胖表情瞬间僵住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 数万只草泥马在他心上蹦迪 他抱着零七夜哭诉 他说他讨厌我 七夜我该怎么办呢 与此同时宿舍楼的废墟中接连不断传来惨叫声 强威看着眼前的壮景不由感慨 队长 你这下手太重了点了 这群新兵遭得住吗 王面说他避开了每一个新兵 他们现在只是被埋起来了而已 并无大碍 强威掐了掐手指头 这次淘汰了几十位新兵加一个超高威 这样算起来 剩下的应该也就只有神明代理人那一对了 这是王面严肃开口的 强威越轨漩 你们三个跟我去搜索其他地方 天平里留在宿舍这块 防止刚刚还有漏网的新兵 最后一战 是时候好好会会那个一直在逃跑的神明代理人 别的新兵看见老兵就像看到仇人一样 子弹榴弹不要钱一样朝老兵身上猛砸 可男人却主动请求老兵来淘汰自己 因为他怕不小心把老兵搞死 此刻天平正在操控能力打扫战场 嘴上不满抱怨着 都成这样了 还能有漏网的吗 队长也太谨慎了吧 话音刚落实堆中就传来声响 紧接着曹渊扒开石头走了出来 这可把天平吓得不轻 我这是乌鸦嘴吧 不过有意思 这样都没事 作为新兵你的应变能力很不错吗 曹渊解释自己并没有应变 只是在房里休息时 然后搂救他了 接着他看向周围扶空的碎石点了点头 你的禁讯很不错 快淘汰我吧 天平愣住了 你说什么 我说淘汰我呀 闻言天平一时雨色 你就不想反抗一下吗 你这样我不好下手 曹渊当即盘腿作禅 没意思 而且我怕我反抗之后 你受不住 天平要被曹渊的话笑死 哈哈哈哈 你是在看不起我吗 你一个新兵口气倒不行 难不成你还能杀了我吗 曹渊表情认真淡淡的 说不定 可以 这顿时引起天平的好奇 既然如此 那你这还必须得试试 说话间突然一道斩机席向天平 他躲闪的同时 操控周深碎石朝攻击方向射去 获利手持太刀轻松震碎了所有碎石 与此同时灵七夜突然出现 一把拽住了曹渊的衣领 想要带他逃离天平的视线 可曹渊却反问他 你干嘛救我 我就是想被淘汰了 零七夜听到这话也愣成了片刻 随你吧 不过马上我们要在这里和假面小队开打 若你无意参战的话 我劝你还是离远一点 不然反而会干扰我们的行动 这时身后的胖胖大喊道 七夜 快来帮帮我 这个审清主我拖不出来 胖胖用尽吃奶的力气拉扯 这家伙怎么这么沉 该不会已经死了吧 这时曹渊满脸震惊叫住了零七夜 等一下 你姓什么 我姓林 双目林 再见 曹渊正正看着零七夜 回想起之前大师跟他说的贵人特征 双目立身 八神取义 入夜十仔 度我试人 突然一只手打断了他的思绪 只见天平满眼期待看着他 我好不容易才摆脱那个太刀女 就是为了来找你 你快来扛我吧 我真的太好奇了 放心 你杀不死我 曹渊边拿刀边喃喃自语 看来 现在他是把我当逃兵了 这个坏印象我得扭转过来 接着他拔出佩刀严肃看向天平 我想最后确认一次 你有把握活下来吗 此刻另一边沈青竹在胖胖半死不活的拉扯下彻底清醒 他疯狂环顾四周 我被救了吗 假面呢 假面在哪 李氏结束了吗 零七夜淡淡说道 放心 你只是昏迷了一小回 李氏还在继续 至于假面 他们应该马上就会再回来 我建议你现在最好休息恢复一下 马上还有印章要打 文言沈青竹无所谓说道 你就是那个神明代理人吧 怎么 现在不夹着尾巴继续逃跑了呢 还马上有印章要打 你没看见刚刚假面队长的斩机吗 你哪来的自信还能跟他打印章 突然身后传来砰的一声 胖胖被吓一跳 假面小队这就回来了吗 天平狼狈地站起身 我滴妈 这家伙是怪物吗 只见曹渊的肌肤被漆黑火焰包 上衣已被燃烧殆尽 露出结实且遍布伤疤的身体 瞳孔中闪放着红光 此刻的他不像是人类 仿佛是一尊魔神降临 沈青竹看到曹渊手上的佛珠心中一惊 居然是那个在宿舍里 打坐了一下午的家伙 他这究竟什么情况 而此刻战场中 曹渊的大刀正朝天平的脑袋劈去 男人是天生的刀法大师 却不能打斗 因为一旦握刀体内的恶魔之力 就会觉醒 此刻拿起刀的曹渊 就如同炼狱修罗一般 他一刀砍向失众的天平 天平急忙施斩 竟须抵挡 发现根本挡不住他的斩机 看着大刀离自己的面具越来越紧 先军一发之际 一道人迎闪陷到他身体 王面手持一冤奋力一挥 将曹渊连人带刀砍飞树明远 天平你太轻敌了 若不是我及时赶到 怕是你的面具都没了 天平扶了扶脸上破碎的面具 队长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太吓人了吧 王面解释说 竞须序列031 黑王斩面 竞须序列的前三十被称为神明领域 是人类几乎无法踏足的 而这个序列是031的黑王斩面 则是真正意义上的神明之下众生之上 这份力量太强 而他太弱 以至于自身在使用禁虚后 就会彻底丧失意识 仅靠战斗本能驱使身体 这可是真正的无差别攻击 风起来连自己队友都看 文言天平的身体缓缓上升 看着风魔的曹渊认真说道 明白了 刚刚确实是我轻敌了 现在我要全力以赴 他将手掌展开 接下来让我好好会会这个疯子 煞时无数碎时在曹渊周身浮起 突然他双掌变全 碎势如同机关枪一般 齐刷刷朝曹渊射去 看着天平的能力 玄武不禁感慨 真好啊 想飞就能飞 文言强威一拳抡在他头上 笨蛋 队长叫你在这不是围观天平打架的 是叫你找刚刚我们来时 看到的神明代理人影 说曹操曹操到 茉莉突然出现手持太刀 正要劈向强威 好在漩涡提前察觉拉开了强威 接着用禁虚挡住了茉莉的偷袭 强威被整得有些恼火 现在的新兵都这么喜欢偷袭的吗 与此同时远处观望的灵七叶 当即让沈青竹去帮茉莉 将强威和漩涡拖住 沈青竹不愤说道 你凭啥命令我 还有你自己怎么不去 灵七叶看了开眼 你不是问我有那个假面队长 在该怎么赢吗 我现在告诉你 我来和他打 所以需要你们帮我拖住 假面小队的其他人 这将沈青竹说得不知所措 临走前说了句 靠 要是没赢你给我等着 而此刻胖胖正脱膜 趴在废墟上观察着茉莉的撒手名姿 殊不知此刻月鬼已敲密来到他身后 月鬼挥动小刀思索了许久 最后还是一刀挥了过去 可结果却被一道金色的屏障挡住 被偷袭之人看着偷袭自己未遂的人 二人就这样四目相对尬在当场 突然月鬼再次持刀刺去 结果小刀瞬间断成了两段 看着断刀月鬼陷入了沉思 胖胖害羞地举起脖子上的项链 不好意思 我有这件遥光附体 物理攻击是伤不了我的 接着他摆出战斗架势 顺带提一下 他还能用来攻击 序列171 位列高危静虚哦 突然一声爆炸响起 扬起大量烟尘 眨眼间烟尘就被漩涡吸收殆尽 原来是茉莉和沈青竹这边的战斗 可战场一共就这么点大 除了灵七夜和王面外 八人彻底乱站在了一起 甚至都能看到胖胖疯狂追着月鬼 扬言要拿月鬼试试为开封的镜 此刻灵七夜也是找到了王面 怎么 只是在这看着吗 王面挥了挥手 我等你很久了 与此同时教官们的地下室正在疯狂躲动 我们要不换的地方 他们不会把这打他吧 应该不会吧 这里可是地下十米 他们一群斩镜怎么可恶 看着监控画面教官都不自信 你们觉得 这种层次的战斗是一群斩镜能打出来的吗 连刚看着手中名单甚是满意 这次新兵集训竟然涌现出这么多天才 说不准再过几年 空缺的第五支特殊小队就要出事了 几七夜与王面迎来巅峰对决 一边是全体新兵的尊严 一边是特殊小队的颜面 且看最后胜者花落谁家 此时连刚看着重新兵的表现 不由期待起空缺的第五支小队出事 身旁教官有些差异 您是觉得他们以后能成为第五支特殊小队吗 您对他们的评价这么高吗 连刚说这两年大下降临的神秘越来越多 且越来越强 除了个城市驻守的守夜人之外 四支特殊小队已经逐渐吃力 当年蓝鱼小队覆灭后 第五支特殊小队就因为没有人选一支空缺 现在终于是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希望 命运这种东西一向是不可揣度的 他们这些孩子 未来或许有人会战死沙场 或许有人会远退一步 但一定还有那么几个人 能成长为真正的国家注视 带来一个崭新的大时代 此刻场中林七夜王面二人相互注视着对方 都在等对方的动作 王面拔出一冤率先打破成绩 我知道你作为新的神明代理人 心中有很多疑伙 等这次对战结束 无论输赢 你都可以来找我聊聊 谢谢 说罢林七夜率先发起进攻 王面当即展开神虚实践神域 此刻他右手会锯出一团巨型光球 进攻的途中 林七夜也不免受到神虚的限制 但此时夜幕一致 在星夜舞者的加持下 他的速度依旧快到惊人 下时双方就扭打在了一起 见此王面大吃一惊 你居然能这么快 难道凡尘神域还有加速能力呢 林七夜含糊七次恢复 怎么说也是续号003吗 厉害一点也正常 话音刚落 突然王面顺身来到他的身后 朝他挥出一击 好在他反应及时 只是被医院砍断几根头发而已 下一刻他急忙与王面拉开身位 他缓缓松下一口气 好险 虽然用星夜舞者抵消了减速 但王面本身的速度还是很惊人 再加上他手中的那把医院 得亏之前挨过陈木野的木刀毒打 还有闪避子弹的训练 只怕我现在连五秒都撑不下来 突然王面再自动伸挥刀冲向他 痛快 细续再来 零七夜也不甘示弱继续冲击 他犹如一道利剑直冲王面面具而去 王面反应也是迅速 挥刀一斩就将他的攻击划击 二人就这么拟来我往 轮流占据上风 短短两分段二人砍出了250刀 场中更是扬起了大量尘体 与此同时远处的废墟上 胖胖茉莉他们已经与假面其余成员停战 都在观望零七夜与王面的战斗 手持望远镜的胖胖感慨道 这两人打架的速度也太快了 我根本看不清人了 你们说这么打不累吗 越轨无奈恢复 他们累不累不知道 反正我已经挨了一天的打 我是真的累 见此天平不由称赞起来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能在队长的神训内 和他僵持这么久 这个神明代理人果然不简单 身旁的曹渊傲娇恢复 那必须的 这可是我的贵人了 而此刻另一边 沈青竹与漩涡都累得停了下来 我说 要不咱也停战 过去歇歇 听到漩涡的话 沈青竹当即表示任努 忽然胖胖抱起 七叶加油 干翻他 曹渊挥动着疲惫的身体 用全身所有的力气小声呐喊了一波 心想可不能让这小胖子 继续抢我在林七叶面前的存在感 下一秒应原声瓷器笔伏 甲面全员都参与到其中 仿佛再一次展开了战斗 场中王面调侃道 听听 我的声援比你给力多了 林七叶不以为然 展开神序这么久 斩禁了你 应该精神力已经到极限了吧 王面没有否认 看来你观察得很细致 我的神序很强 但精神力消耗也很快 现在确实只剩最后一击之力 顺便问一句 赢下这场对战 对你来说有这么重要吗 林七叶平静开口 我不在乎对战的输赢 我只是想全力以赴 魂炎王面将一冤立于身前 说得好 那我也用最后一击全力以赴吧 这次 你躲不开了 就在这时王面的双眸散发出神灵威压 汹涌地撞入林七叶的脑海 让他的动作停滞了一刹呢 等他回过神王面首 十一元以来到他的身前 煞时他的双眸闪到金光 是天使神威迸发而出 此刻两道目光碰撞在一起相互抵抗 煞时一股狂风 从两人目光中央轰然爆发 就连远处观战的众人都受到影响 胖胖不由惊呼 卧槽 这两人隔空这么僵着 怎么就突然刮大风了 天平解释说 这是代理人才有的神明威压 普通人近距离 挨这么一下早就直接昏厥甚至死亡了 现在他们拼的不是自身的力量 而是体内蕴藏的神力 精兵与老兵的战斗迎来落幕 灵七夜一刀击碎老兵的面具 可没想到王面却耍赖起来 解除境界压制使用时空回溯 此刻二人背后的神明对撞了数十秒 王面明显感受到了吃力 心想这小子应该刚成为代理人不久了 怎么威压能这么强 下时灵七夜的神力将王面的时间神须击碎 王面还没回过神 灵七夜的刀就已砍向他的面具 高处摸到面具发出钉的响声 下一秒面具轰然破碎 露出一张清秀而沉稳的面罩 围观的众人这一刻都惊讶 坐在屏幕前的教官们心都咯噔了一下 面具竟然裂开了 王面注视着灵七夜小声说了句抱歉 突然他的眼睛闪露惊光 时间神须展开 崩碎在半空中的假面碎片飞速 倒流回王面的脸上 灵七夜的身形回到了攻击前的位置 再见王面脸上的面具往好如出 灵七夜猛圈了 刚刚是什么情况 王面解释说 刚刚他解放了自己的境界 用时间神须将半径2000米内 所有的事物都回溯了三秒 灵七夜眼睛瞪得像同龄 指了指远方观赛的众人 难道他们看不见了 王面倾咳了一声 除了有神威的你以外 所有人的记忆也回到了三秒前 不过我的队员以及部分实力较强的教官 应该都意识到我倒流了时间 闻言灵七夜气愤不已 你居然耍赖 王面被说得有些尴尬 灵七夜我承认刚刚输给你了 但这次的新兵集训必须要进行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是要我假装没赢吗 当刚刚的一切都没发生过吗 抱歉 我的原则不允许我这么做 我会将真实情况告诉给所有新兵 听到灵七夜的话 王面抬手比的度 50万红包 一见近物 怪家我再欠你一个人情 怎么样够不够 听到这么丰厚的条件 灵七夜觉得自己的原则貌似 也没那么重要 他当即同意了这一交易 此刻监控室内女教官担忧询问 手掌 刚刚是不是面具被斩破了 连刚点了点头 我感受到王面应该是使用了那招 这是无奈之举 集训必须要进行 不是为了我们的颜面 而是为了这些孩子们的未来 他看了眼时间 9点了 对战结束了 煞事一道雄厚的声音席卷训练你 对战结束 假面小队上 连刚站在台上怒斥着重心兵 我对你们很失望 239个人对战5个人 除了那么寥寥几人 其他绝大部分连假面小队的一脚都没有摸到 行动拖沓 思绪混乱 毫无章法 就像我之前说的一样 你们就是废物 既然输了 那就按照我之前说的 抛弃你们一切的自尊和骄傲 忘记自己的过去 将全身心投入集训之中 说着他指了指旁边的黑本 本次集训为期一年 上半年 就是最纯粹的体能训练 在这半年里 我们会动用一件静谱 镇压你们体内的静虚 你们将失去引以为傲的特殊力量 彻底沦为普通人 这期间 我们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折磨你们 让你们身心俱疲 让你们时刻处于崩溃的边缘 你们会绝望 会痛 甚至会想去寻死 但很可惜 在这里 你们连寻死都做不到 至于第二部分 就等你们能熬过这半年再说 突然胖胖开口说道 王面用神序倒退了时间 七叶明明就已经把他的面具砍裂了 为什么不说出来 听此林七叶急忙捂住他的嘴 他小声询问胖胖是如何知道的 胖胖拿出一个镜物说 这个东西可以看到 所有真实发生的事情并记录 他接着询问胖胖 你觉得这些新兵怎么样 胖胖若有所思的分析起来 除了你和那几个 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人都挺菜的 怎么了 你问这个干嘛 林七叶重重叹了口气 所以啊 就算我赢了 我也得假装自己没有赢 因为不能让这群新兵 真的不参与集训 不能让他们毫无准备的 直接踏入残酷的真实战场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这两百多个新兵的未来啊 文言胖胖瞬间醒悟 原来如此 七叶你的思想境界也太高了吧 跟你比我的格局简直太小了 今天宿舍被老兵一刀砍成两半 就在以为要露宿荒野时 发现宿舍楼竟恢复了原貌 众人都猛圈了 刚刚不还是废墟吗 难道是我眼花了吗 沈青竹看着眼前的一切不由心中一颤 这究竟是何种力量 仅用半个小时居然就能恢复原貌 林七叶摸着重建的宿舍楼案叹 估计是那家伙又出手了吧 胖胖在旁一脸迷茫 什么玩意儿 七叶你怎么也成迷迷人了 与此同时另一边王面像是极度肾虚一般 被漩涡天平二人驮着向前 漩涡心痛说道 队长 你这又是何必呢 宿舍楼让后勤队去修就好了 干嘛非要动用时间回溯 把宿舍楼再拼回去呢 这对你精神力的负担太大 文言王面一手敲在天平头上 话不能这么说 那三栋楼是我砍他的 一人做事一人当 这时强威疑惑开口 队长 其实我们早就想问你 今天的比试是不是我们输了 因为我们感觉到你使用了时间回溯 王面没有避讳 确实是我输了 真是后生可畏啊 他们比我们当时强多了 我相信这次的集训 他们应该能很轻松地满场 一日训练场上 沈青竹面色痛苦 嘴里不断有东西想要出来 还有许多新兵都与他得了相似的症状 太难受了吧 真的是跑吐我了 阎刚站在沈青竹身前冷风道 怎么才跑五十圈就不行了吗 我记得你一开始不是很跑吗 说一百圈轻轻松松 现在你怎么耽眉 听此沈青竹颤颤微微站起身形 谁说我不行你 你给我等着瞧吧 此时另一边胖胖居然在呼呼大睡 身旁还有两位医生在交谈 这胖小子 体能确实不行 才二十圈就这个样子了 不过精神倒确实没得说 他是第一个直接把自己跑分拳的 截至现在整个训练营能及格跑够一百圈的只有林七夜 看到他大气不喘一脸淡定的样子众人崩溃了 这哥们究竟是什么怪物 一百圈都不带喘的 这是人形高达吗 这是远处圆刚大喊道 林七夜 过来一下 有人找你 只见旁边打招呼的人赫然是王面 原来他是来旅行之前答应林七夜的承诺 聊一聊有关神明代理人方面的问题 而林七夜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代理人和神到底是什么关系 王面说从本质上来说 代理人和神其实就是契约关系 神由于某些原因 一般不会直接出现在人类社会中 如果他们想要做些什么的话 就必须要找一个合适的人来帮他完成 这时候人和神就会形成一种契约 契约的本质就是交换 神将自身的部分神力给予代理人 而作为交换 代理人需要帮助神来完成某些事情 当然 不是谁都能成为代理人的 只有神认可来 你才有成为代理人的资格 从而完成这份契约 听人此话 林七夜更疑惑了 因为他对契约压根一点印象没有 这让他不禁怀疑赤天使将神力给他 是不是有其他的目的 好奇心的驱使下林七夜询问王面 你是需要帮时间之神做些什么 王面淡淡说道 大概八九年前吧 那时候我还是个普通人 那天我过马路 旁边有一辆酒驾的卡车冲过来 就在我要被撞碎的瞬间 周围的时间突然被暂停了 然后 时间之神就将我拉进虚空 可我签订了契约 将他的神序赐予我 作为交换 我未来必须进入高天云 从里面帮他取出一件东西 文言林七夜有些惊讶 高天云 导国神话中的众神之乡 那是真实存在的吗 王面没有做出肯定的恢复 既然时间之神说存在 那肯定就存在 只不过至今我还没有找到 与此同时 另一边某人使用望眼镜 正在偷摸观察着 重女兵的胸肌 终于是找到了 原来茉莉在四班了 突然一目棍敲在胖胖头上 你个臭小子 天天训练装死 偷看女兵训练你就起劲了 韩教官手拿木刀冷坑道 刚刚我讲的刀法 你一点没听是吧 我说过多少遍了 热兵器就是个屁 只有冷兵器才有用 打不好刀法基础 你到时候就是等死 说把他拎着胖胖 就往教导台而去 正好 你给我过来 用刚刚讲述的刀法 来和我实战训练 看到磨磨叽叽的胖胖 韩教官怒吃道 给我麻溜捡起地上的木刀 他将刀立于胸前 放心 木刀是砍不死你的 下时他就挥刀朝胖胖而去 且嘴里还在不停提醒 盯住你的对手 举起刀来 正手防御 只听到钉的一声响起 一道金色屏障 护在胖胖周身挡住了 教官的攻击 众人都被这一操作整如雨了 这是整个新兵营里 最惨的教官 刚刚忘记关应急模式了 我现在就给他关了 乃至胖胖手欠 反倒切换成了攻击模式 下一秒 教官手中的木刀 就被两道金光斩成了三段 剑撞胖胖急忙向他道歉 但他已经不打算再给胖胖机会 于是他望着台下寻觅新的陪练 这时人群中打瞌睡的曹渊 吸引了他的注意 那个睡觉的臭小子 简直太过分了 给我过来实战对练 曹渊差一上台 就听到韩教官一直在骂人 我带了这么多戒新兵 就你们最离谱 不是偷看女兵训练 就是上课睡觉 我今天必须好好治治你们这些臭毛病 随即他将一柄木刀丢向曹渊 曹渊看着刀愣了一下 随后丹长立于胸前说道 对不起教官 我不能碰任何的刀 哪怕是木刀也不行 我怕你控制不住我 听到这话教官被气得发抖 心想这臭小子难道是在瞧不起自己吗 随即他冷声道 拿起来 这是命令 请不要小瞧任何一位教官 闻言曹渊无奈叹了口气 行吧 那就听你的 煞时他的周身涌现出磅礴煞气 韩教官也是被这场面吓了一条 他双目冲红略带兴奋看向教官 眨眼间他就消失原地朝气冲刺而去 好在教官反应迅速火爆攻击 显然这一击将他下得不轻 但曹渊的攻势没有停止 闪身向前时 猛的侧身挥刀而出 韩教官反手抵挡 但无奈攻势太猛 这一击将他手中的木刀砍断 连同人也倒飞了出去 那道斩机更是让训练场上刮起一阵阴风 稳住身形的韩教官手握佩刀大 所有新兵立即解散撤离 记住 这不是演习 是真正的战斗 下一秒二人再次扭打在了一起 即使换了直刀的他 依旧被曹渊用木刀砍了到头 看着曹渊凶神恶煞仿佛 要将他吃了一般 他紧咬牙关 不断试图斩出自己的禁须 却没有引起丝毫反应 此刻风魔的曹渊边傻笑边 朝周围新兵而去 看到他的去向 韩教官不由心中一紧 这下怕要出事了 突然一柄直刀飞向曹渊 但却被他单手抵挡 原来这是韩教官丢出的 为的就是吸引曹渊的注意力 臭小子 别看那些新兵了 你的对手在这呢 被惹怒的曹渊挥刀直冲教官而去 突然胖胖出现在韩教官身前 用遥光挡住了曹渊的攻击 见此韩教官有些着急 不是让你们撤离吗 你怎么过来了 这里太危险了 说话尖刀已经快要斩碎摇光的护照 不然零七夜出现一击语将军飞踢将曹渊踢飞 三人看着仍处于蜂魔状态的曹渊有些无奈 这时零七夜说道 胖胖给我整把刀 不然打不了 随即胖胖便在铺兜里一阵翻讯 找到了一把名为封刺的小刀 还没等胖胖解释一番 零七夜就着急拿着刀去砍曹渊 短短两秒半二人对砍出数道残影 这时零七夜发现刀身静莫名城散出能量波动 下一秒剧烈的爆炸轰然爆发 见此韩教官有些怀疑人生 你这镜无威力是不是有些过头了 胖胖尴尬解释 这把刀会储存受到的冲击力 然后以爆炸的形式释放 此刻场中的零七夜有些狼狈 爆炸也太突然了 把肋骨都炸断了几根 烟雾散去只见曹渊手持直刀兴奋朝他冲去 事已至此零七夜知道这下是躲过去 煞事磅礴金光自他的周身爆发 男人在新兵营里是让教官都不含而立的存在 可如今却被一捆交代制的服服贴贴 此刻曹渊在零七夜的神威影响下身体站立不止 就连零七夜自己都没想到神威居然出奇的有效物 随即他向胖胖说道 快给我拿个能封住禁虚的东西 一番搜寻胖胖拿出了一个名为封禁之券的禁物 可以暂时封禁人体或禁物所产生的禁虚 零七夜撕开封禁之券飞速朝曹渊而去 请客间曹渊的头就被封禁之券全部缠住 煞时他就虚弱地摔倒在地 连刚见到这一幕有些无奈 怎么又成这样了 这群新兵是拆迁队吗 这是韩教官躺在担架上从旁录 抱歉了手掌 你跟我说这些新兵不简单 起初我还真没当回事 结果现在因为我的大意差点到处教学是不来 我愿意接受一切处罚 文言元刚握住他的手叹了口气 今天这不是你的错 你是没看到几天前 这群新兵和假面小队的比试有多厉害 这次的事情让元刚明白 常规的训练方法恐怕是满足不了这群新兵 得给他们上上强度 来点他们那个年代的狠毒 身后下属见此试探询问 手掌 难道您是要用那个叹息之旅吗 元刚兴奋地握紧拳头 没错 是时候让这群新兵吃吃苦头了 中午食堂内众新兵看着盘中的餐食都陷入了沉思 一块生牛肉一个大馒头 此刻胖胖已经彻底绝望 没想到辛苦训练一天吃的还没他架构好 相对零七夜就要爽快许多 拿起生牛肉就开始啃食 因为他明白天天这种高强度训练 只吃馒头身体根本吃不消 再怎么样都必须将生牛肉吃下去 结果下一秒他就趴在地上吐了起 身旁胖胖也是劝阻他别勉强自己 吃个馒头算了 突然一个馒头出现在零七夜面前 来人正是曹渊 且表情还略带娇羞 这是我的给你吃 闻言零七夜胖胖二人都猛圈了 心想这人脑子有坑吧 居然把唯一的馒头给别人 结果下一秒馒头就被硬塞进零七夜手中 看着手里的馒头他陷入了沉思 而曹渊则是一脸害羞的表情 零七夜看着他说 如果你是为了上午的事情 其实大可不必这样 那本来就不怪你 我也没有受伤 结果曹渊却表示并非如此 零七夜我只是单纯地想要舔你 一旁的胖胖顿感不妙 心想这特么是个静谍 这时曹渊继续说道 其实 我身上背着333条 无辜惨死之人的性命 为了赎尽这滔天罪孽 我曾去往九华山送经念符 静修七载 但这一切仍然不够 金蝉大师说 只有一人可助我化去 罪孽功德圆满 他留给我四句称语 双目立身 八神取义 入夜十载 度我世人 经过我这些天的观察 发现这诗句内容就只有你符合 所以你就是唯一能帮我 文言零七夜心中生起许多疑 这首诗 那个金蝉大师 怎么能这么精准地 爆出我的信心 见一时半会儿也理解不了 随即他就拿着馒头 砍了起来 边吃边说道 算了 随你吧 反正我不会替人消灾妒解 更无法给你做出任何保证 胖胖气氛挡在曹渊身前 明明是我先来的 你小子只能排我后面明白吗 曹渊也不处他 那要看七夜的决定了 突然广播响起 连刚的声音响彻食堂 全体注意 你们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吃饭 十分钟后全体集合 出营特训 文言胖胖满眼放光 七夜 我们能出营了 好事啊 终于能出去逛逛了 你别想太好 我们能出营 说明是这里的设施 已经无法满足特训的条件了 听到零七夜的话 胖胖一时雨色不知言语 而他们来到的地方 正是金南山 零七夜也是向二人科普了起来 这金南山是苍南市郊的 一座野山 没啥名记 一年到头也没什么人来 曹渊望着山南南道 这山撑死了也就不到四千米高 占地也不大 在这里特训 难度完全提不上来吧 突然圆刚的声音 打断了众人的思绪 全体都有 看到我身后的这一片山脉了吗 一会你们每个人 都要配备35公斤的负重 这次特训的目标很简单 那就是在明天天亮之前 穿过这片山脉 报告 突然人群中伸出一只手 莫莉开口说道 就只是普通负重越野而已吗 是一个令所有男人 都感到恐惧的戒指 因为只要戴上他 就会如实回答任何问题 就连在梦境中 被林家姐姐踩在脚下 都能被老老实实套出 而这正是新兵们 训练失败的惩罚 此时对于莫莉的提问 原钢弹弹道 放心 这次越野负重 不是想的那么简单 看到头顶的无人机枚 里面装有机枪 弹枪里装的是电击弹 你们身上的负重 自带定位功能 训练开始之后 这些无人机会 进入山脉追进你们 一旦被子弹击中 就意味着失败 而失败的惩罚 会让你们终身难忘 还有三个规则 我强调一下 第一不可私自丢弃负重 第二不可用任何方式 触碰无人机 第三不可相互攻击 触犯其中任意一条 将被认定为直接失败 好了 现在进入山脉 课训开始 与此同时 金南山某处 一名黑衣人半蹲在地 撑开了一扇红色的伞 且阵阵能量圈自散内散发 复制完黑衣人黑黑一宿 这下就没有人能走出 这座金南山了 此刻进山没多久的胖胖 就已经累得瘫倒在地 你们等等我 我真的不行了 曹渊比一看向他 你不是号称禁物界的多辣梦吗 随便拿个小玩意出来不就好 听到这话胖胖就来气 还不是昨天为了救你 搞得韩教官知道了我的底细 进山之前就把我的自在空间拿走了 说到这胖胖提出自己的疑惑 无论是在集训还是在这里 教官们一直都开着 那个能压制禁虚的禁物 那曹渊你昨天为什么 还会被禁虚控制呢 林七叶猜测说 那个禁物估计只能压制普通禁虚 像他的凡尘神域 和曹渊的黑王斩灭都能释放出来 文言曹渊恍然大悟 原来七叶你一直都在使用禁虚吗 一旁的胖胖鼻说道 怪不得我看你训练跟完一样 原来是一直开着禁虚作弊 忽然曹渊摆出近身的手势 只见一架无人机正在三人头顶盘旋 但发现无人机的目标并不是他们 而是前方草丛中躲闪的新兵 即便新兵在尽力躲避 但还是被电击弹击中 下一秒就见一只机械手臂伸出 将昏迷的新兵抓走 胖胖见此长叹一声 感觉被淘汰也挺好的呀 管他什么惩罚呢 要我说在这大山里躲着无人机 跑一整天才是最大的惩罚 突然他们脖子上的定位装置竟冒出声音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帐头内传出交谈声 手掌 音响没问题 可以开始了 原刚坐在椅子上淡淡道 那么惩罚开始了 听到装置里传出的提问声胖胖疑惑不得 这问题怎么感觉不对劲呢 此刻被抓新兵正一脸痴呆回答问题 我叫王良 今年24岁 身高174厘米 体重92千克 长度是2.5厘米 听后教官又接着问道 你有喜欢的人吗 王良面露痴迷回复 我没谈过恋爱 但我喜欢楼上的大姐姐很久 她真的好漂亮 每天晚上我都会梦到她 之所以会如此 是因为教官们给王良佩戴了一枚名为真言戒指的精语 功能是让佩戴者如是回答任何被问到的问题 文言教官心略追问 你天天晚上梦到她做什么呢 我梦到她用高跟鞋踩我脸 然后又用皮鞭打我 不由感叹这果然是个令人难忘的畸形 林七叶猜测教官应该是用了某种让人说真话的敬意 就在这时一只大手拍在她的肩上 胖胖面露严肃冷声道 七叶 你一定要答应我一件事 是新兵营里最惨绝人寰的惩罚 只要被无人机击中 就要佩戴真言戒指回答一切问题 并通过广播传遍权营 得知惩罚内容外加上一位新兵的射死场景 胖胖当即恳请林七叶 在她被抓前 一定要当场杀了她 说吧她一改疲惫状态疯狂催促二人 你们俩还在等什么呢 快走啊 早点下山就早点安全 闻言林七叶曹渊二人无语吧 心想这小胖子究竟藏了什么惊天大秘密 不知走了多久 胖胖体力明显透支 但她心中总有一股力量支撑着她继续向前 曹渊怀疑开口说道 这山怎么这么大 我们到现在至少也走了有十多个小时了吧 怎么还没走出去 突然林七叶停住了脚步 她看了一眼四周说 没错 这座山很不对劲 从近山到现在我们走了至少十二个小时 以金南山的占地面积 我们肯定早已经走出去了 曹渊不解询问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现在其实不在金南山吗 林七叶否定了她的说法 我很确定这里就是金南山 但是地势格局却有些奇怪 你们有没有觉得天上月亮的位置很不对劲 闻言二人抬头望去 胖胖若有所思地嘟囔着 位置有问题吗 月亮不就该在天上吗 这时曹渊开口说道 原来如此 我们现在大概是晚上七点到八点左右 这个季节这个时间点 月亮应该刚出来没多久 还处于离东边地平线没多远的位置才对 但现在的月亮却位于凌晨才会处于的最高口 闻言胖胖恍然大悟 我终于懂了 肯定是教官们又用了什么劲目 完全改变了金南山这片空间 林七叶脱塞思索 看来从一开始 教官们就没想让我们真的出去 他们要在这里彻底榨干我们的体力 最后脱去完成惩罚 突然她的身后传来吵闹声 只见胖胖拼命想要挣脱曹渊的控制 放开我 与其接受那种惩罚 不如让我现在就去死 见到她这种行为 林七叶都无语了 如果你不想接受惩罚也是有办法 我观察过 到现在为止 那些直接力竭晕厥的人 就没有在惩罚中出现 结果下一秒胖胖就放弃挣扎 躺在地上装死 曹渊都忍不住询问 我越来越好奇 你到底有啥今天秘密啊 与此同时 另一边有三人正在拼命狂奔 因为他们的身后就有一架无人机 沈青竹看着身后的无人机怒骂不已 真服了 这破无人机老追着我干嘛 可这时她的脚步小心绊到一块石头 她失去重力向前栽去 而无人机也正好在瞄准她 此时的她没有丝毫躲闪的机会 只见无人机射出电击弹 可击中的却不是她 而是身旁的李亮主动帮她挡住了攻击 李亮在意识弥留之际仍在让她快走 她本想去攻击无人机救下李亮 可身旁的同伴却制止了她的行为 沈哥 快走吧 你可不能被淘汰啊 最终只能无奈看着无人机将李亮抓走 而迎接她的自然是残酷的问话环节 在教官问她喜欢谁的时候 她脱口而出我喜欢我大哥沈青主 文言教官当场笑出了声 那你说说 你为什么喜欢沈青主 高一那年 我弟弟李甲被人骗了 惹上我们当地的一群小混混 每天放学都会被他们堵在校门口 拿不出钱就要被打 后来 比我们大一届的沈哥看不下去 他一个人跟十几个混混打架 还把他们打进了医院 因为这是他被学校开除 没能参加升学考 只能回家种田 但自打那时起 我和我弟弟就发誓要跟着沈哥一辈子 虽然沈哥看起来脾气很差 但相处久了就会发现 他其实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柔的人 有些时候我反倒希望沈哥对我严厉些 比如拿鞭子抽我之类的 此刻听到广播的沈青竹正蜷缩身体 躲在草丛中瑟瑟发抖 他乱乱没想到 别人受惩罚射死的却是自己 与此同时 零七夜三人却是在草丛中笑话了许久 不然沈青竹从身旁草丛蹦了出来 我说你们三人笑都没有啊 打一开始你们就笑个不停 真当我是好欺负的呀 不然胖胖手指上空大 快看 无人机来了 只见到无人机的子弹 已射向众人的方位 尽量规则明明严禁心兵思斗 可零七夜却一脚将沈青竹踢飞 面对沈青竹的责骂 零七夜却淡淡的 要不是我这一脚 你可就被逃疼了 没让你谢谢我就不错了 这时胖胖在旁提醒说 七夜 这个无人机装弹很快的 咱们还是快溜吧 是真心对你的 听到他居然在教育自己 沈青竹顿时来了脾气 当即招呼身后的邓伟一同离开 且嘴里还在不停说着 在和假面打的时候 我就看那家伙不爽了 不就是个神明代理人吗 装什么装啊 等着 这次我一定第一个走出去 让你知道谁才是最强的 可突然邓伟不小心绊倒了一块石头 整个人重重瘫倒在了地上 他大口喘着粗气浑身站立不已 沈哥 我实在不行了 你一个人走吧 见他这情况沈青竹急忙询问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邓伟说刚刚在小溪那晚了酒 现在越来越严重 已经要动不了了 而就在二人说话时 两架无人机锁定了他们的位置 看着沈青竹迟迟不走 邓伟劝说道 沈哥 别管我了 你是要干大事的人 这次一定要拿的第一给他们看 闻言沈青竹表情严肃没有言语 随后便起身离去 见此邓伟还在不断给他打气加油 此刻沈青竹在心中不断告诉自己 想成为强者就必须要狠 而他就要做第一个走出去的人 让所有人都知道他有多强 看着近在咫尺的无人机 邓伟已经放弃了抵抗 快来淘汰我吧 就是委屈沈哥了 等下听到一些奇怪的问题又要干大 看着朝他射来的电击弹 他任命般闭上双眼 可就在这时一道身影出现 帮他挡住了攻击 邓伟不可思议看着沈青竹 沈哥 规则说不能取下负重了 闻言沈青竹满脸不屑 规则算个屁啊 真正的强者 才不会被什么规则束缚 说吧 无人机就因故障自爆空中 见此他但笑道 规则还说不能打无人机呢 但老子偏要打 随即他伸出手 废物东西 还能站起来吗 你沈哥来救你吗 邓伟看着他愣在了原地 虽然早就料到沈青竹会回来救自己 但当事情真正发生了时 他还是感动地说不出话 与此同时教官也得知了 无人机被毁的事情 于是当即将电击导弹搬了出来 在袁刚一声命令下 所有导弹齐刷刷朝沈青竹方位而去 这架势也是将零七叶三人吓得不轻 见状沈青竹有些无语 导弹吗 这些教官还真能整活呀 这时他却露出一副欣喜若狂的模样 但你们恐怕忘了 导弹是需要空气中的氧气来做推进的 我只要用器皿抽空周围所有的空气 这些导弹就都是废体 就在导弹临近前 突然证委在身后喊道 沈哥 你忘了现在使用不了禁虚了吗 文言沈青竹愣着 下一秒他们的所在地就爆发出大量电力 烟雾散去只见钩锁 抓起失去意识的二人扬长而去 此刻黑衣人布置的进屋旁 有一只行进迥异的飞鸟路 近乎同时正在盘腿冥响的林七叶轻难了举 终于是找到了 文言胖胖有些不解 找到吗 找到什么 林七叶欣喜表示当然是出去的路 与此同时另一边教官看着神志不清的沈青竹赤笑道 逮到你可不容易啊 刺头沈青竹 打空了我们整整一组的导弹 说吧 你怎么敢违背规则打爆无人机的 在真言戒指的影响下 沈青竹老老实实道了歉 对不起 我膨胀了 就在教官准备找些难题惩罚沈青竹时 突然韩教官跑了进来 惩罚暂停 有紧急情况 韩教官面露难色道 空间禁物被新兵发现了 只是一架无人机 就足以让数位新兵恐惧 可如今教官为了一位新兵 竟动用了所有无人机 原来是因为林七叶发现了教官们的秘密 此时林七叶正在向胖胖曹渊二人说起刚刚的发现 我的禁虚越到夜晚越强 能够将所有夜行生物变为眼线 从刚刚开始 我就一直在通过他们观察我们的行踪 闻言曹渊心中生起疑惑 越到夜晚越强的禁虚 难道七叶所代理的神明是和夜晚有关吗 当然这些问题曹渊并没有当面说出 此刻林七叶仍在继续道 我发现 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原地绕圈 听闻胖胖当即表示不解 原地绕圈吗 这不可能吧 要是反复经过同一个地方 我们早就反应过来了 随即林七叶指了指周围的景色 如果我们周围的景色都是假的吗 我们对于场景的判断主要是依靠视觉 对于脚下的道路本身并不会过多在意 因此 当周围的视觉环境变换时 哪怕脚下的路是一名一样的 我们也会觉得是在不同的地方 而教官们正式利用了这一点 通过某种境物改变了整座金南山的视觉景象 误导我们以为自己一直在往前走 其实只是在原地转圈而已 这也是为什么月亮的位置有问题 因为天空的景色也是经过修改的 可能是怕我们中有人会用星象导航 听后曹渊询问他 七叶 你不是有夜行生物做眼线吗 他们能帮我们找到出去的路吗 林七叶回复说并不能 因为这个禁物的视觉假象是不断变换的 即使是夜行生物也摆脱不了误导 那我们就算知道了自己在绕圈也没用 还是一样走不出去 林七叶否定了胖胖的说法 虽然没法直接找到出路 但我找到了那个禁物的位置 只要把禁物解除自然就能出去 不过我相信教官们肯定不会让事情这么简单 你们要一起吗 文言曹渊当即选择同行 胖胖虽然犹豫了一回 但很快也是同意 与此同时教官帐篷内 众人正在商讨有关禁物被发现的事情 海慎伞不仅能修改附近空间的视觉景象 还可以感应到靠近的禁虚 并通过散套发出警告 现在整个金南山区域早已被清空 除了我们就是那群新兵 只能是他们在靠近海慎伞 文言女教官说 海慎伞附近的监控显示没有任何异常 而且这次压制禁虚的禁物我们也带来 按道理应该没人能靠近 不然圆刚打断了它 不一定 那件禁物只能压制序号40之后的禁虚 别忘了 我们这次新兵里可是有几个异类 听此青年教官脸色一沉 首长你的意思是07M 圆刚面色凝重说道 放出全部的备用无人机 所有电机导弹组瞄准海慎伞方向 叹息之旅从我们还是新兵参加集训的时候就有 二十多年里没有任何一个新兵走出来 我希望这个记录不要在我们手上被打破 而教官们的防范措施也是引得07M三人惊叹部 想不到教官们手上还有这么多备用无人机 七夜 还真和你说的一样 看来他们是铁了心不让我们出去 就在07夜和曹元商量战术时 突然发现胖胖居然不见了 而此刻胖胖竟主动暴露在众多无人机事业下 他竖起大拇指说道 七夜 如果有一天危机来临 你是愿意做一秒钟的英雄 还是一辈子的懦夫 听到这话07夜有些猛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不然这是胖胖冲着无人机大喊 喂 我在这里 有种你们就来啊 下一秒就见四架无人机同时朝他发出电击弹 他勉强一跃才堪堪躲过攻击 他虚弱地趴在地上 你们俩还在等什么 快走啊 我们三个要是一起走 就一个都逃不掉 看到胖胖为他们竟主动做出牺牲 二人呆呆地望着有些不知所措 回过神的07夜当即拉着曹元离开 走 趁现在所有无人机都被胖子吸引赶紧走 而此刻胖胖欣喜不已 回想刚刚说出的那句台词 简直不要太帅了 可看着上方乌泱乌泱的鸡群 他还是不禁流出冷汗 下一秒就见他带着哭腔拼命狂奔 果然装备是要付出代价的呀 与此同时女教官正在通过监控实时观察场中情况 来了 海慎伞这边的监控出现人影了 应该就是07夜了 身后教官应喝道 果然 那个小胖子就是为了引开无人机 给07夜制造接近海慎伞的机会 不过他肯定想不到我们早有准 成百上千枚导弹朝自己而来 那道人影不禁抱了句粗口 卧槽 精兵训练营的秘密被发现 为了掩盖此事 教官竟向手无寸铁的新兵清空了弹药骨 此时胖胖看着天空成百上千枚导弹心中一惊 我弟乖乖 教官那边怎么还有这么多导弹 但此刻的他实在撑不住了 无法再为07夜分担什么 他在意识消散前望着海慎伞方向 7夜加油啊 你一定要走出去啊 此刻发向海慎伞的电击弹已临近那道人影 而人影还在奋力扑向海慎伞 但无奈导弹数量太多波及范围之果 最终还是倒在了海慎伞前 见此女教官松了口气汇报 07夜已被击中 失去了行动能力 话说一半他突然紧张起来 等等 好像出事了 海慎伞竟然失效了 不对 这个不是07夜 而是曹渊 连刚看了眼怀表 我们中计了 但现在离0点只有半个小时 这半小时07夜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走到出口 只要0点一到 此刻失去行动能力的曹渊却欣慰地笑了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与他一样07夜看着恢复正常的月亮也笑了 曹渊胖子 谢谢你们 原来15分钟前 曹渊提议独自一人去解除禁物 以来保证07夜可以走出这座山 因为他断定教官们会在禁物周围严密不防 牺牲品他来做最适合不过 文言07夜提醒道 如果你只是想以后我帮你洗清罪孽 其实没必要这么讨好我 听此曹渊表示自己并不是这个意思 并询问07夜是不是没什么朋友 07夜疑惑地点了点头 没错 我从小就是一端 曹渊听后笑着道 巧了 我也是 我第一次被自己的境序控制 就亲手杀了从小长大的村子里所有人 从那之后 我就是一个无人敢靠近的异端怪物 所以我并不是在讨好你 而是真心想和同为异端的你成为朋友 作为朋友和同伴 我希望你能代表我和小胖子走出这里 文言07夜沉默了许久 随后将封禁之卷扔给曹渊 这是胖胖偷偷带进来的唯一宝命 只要贴一段在那个镜幕上 他就会暂时失效 到时候我会操控乌鸦给你指路 我答应你 我一定会带着你和胖胖的粉 在今晚结束之前走出这里 而这时袁刚在广播通知所有人 本次集训项目继结束还有半小时 要知道在这半小时内 如果走山路 07夜绝无可能在规定时间走出山 唯一的可能就是攀越眼前的悬崖 对此他没有丝毫有误 随即便开始徒手攀岩 可这时他却不幸摸到一块松动的事块 下一刻他就失众朝下方栽去 与此同时出口处 袁刚带着两位教官再次等候 这是他拿起怀表说的 已经11点59分了 无人到达 可以宣布结束了 突然一道虚弱且坚定的声音出现 慢着 只见07夜浑身是伤 颤颤巍巍的朝出口而去 三人见此心中感慨万分 这都能走出来吗 真是个怪物啊 07夜挺直身形敬礼 报告 新兵07夜到达出口 完成训练任务 袁刚不禁笑出了声 好小子 欢迎到达终点 07夜你创造了奇迹 只是一体普通的小笼包 就能让众星兵泪流满面 因为这是他们入营来吃的最好的一顿 之所以能享受如此待遇 还要归功于07夜 此时的食堂内 众人边吃饭边讨论07夜 20年来唯一一个走出山的 不愧是神明代理人 简直就是怪物 沈哥 没事的 其实在我心中 你早走出那座破山好几遍 听到众人的讨论 曹渊也学着夸赞起来 成为了这项目的第一人 七夜 你真是给我们几个一端争口气了 文言胖胖一脸疑惑 你说我们几个一端 除了你俩 还有谁啊 话音刚落 07夜草原二人就像看傻子一样看着胖胖 胖胖下意识想说自己只是普通人家的孩子 但却被二人一口同声地叫停了 刚吃完饭 红浩就找到了07夜 网面和我们说过了 当时他答应给你好处 你也确实没把面具破碎的事说出去 现在该我们兑现沉默了 左边的银行卡有50万 立马六个八 右边的盒子里是一件禁物 说罢红浩不禁打句道 说起来你小子也是真可以 毕竟能从手掌身上薅羊毛的人可不多呀 文言07夜诧异询问 难道这些都是原教官一人出的吗 红浩点了点头 是啊 让假面小队来是手掌的主意 没想到你小子真能把面具劈开 所以手掌自己担下了责任 给你凑出了这些条件 我们想帮他出一点 他都不愿意 07夜看着桌上的银行卡和盒子沉默了许久 最后他将银行卡推了回去 这个就算了 见此红浩解释 07夜说不是缺不缺的问题 是他不收军人的钱 听此原刚一手拦回盒子一手伸出 好小子 我果然没看错你 07夜顺势握住手尴尬地笑了笑 而二人的另一只手却都在相互争抢盒子 你不是不要吗 力气还给手掌呗 钱我不要 但是这东西对我很有用 你怎么力气这么大呀 再见07夜已是将盒子中的镜物取出 看着手中发光的蓝宝石 他疑惑问 这是干什么用的 红浩说这是二十多年前在东海打捞上来的 在他周围一米范围内 时刻张开着近须序列278的蔚蓝手铺 能够抵挡住大部分精神类攻击 听此07夜心里乐开了话 我的两个神须都没有偏向于精神类的能力 正大光明战斗还好 要是有人对我使用精神攻击 除非直接动用赤天使神威抵抗 否则一点办法都没有 可神威对精神力消耗多 而且偏向于攻击 不擅长防守 有了这个正好能弥补我在精神防御上的端本 简直太适合我不过 在袁刚得知07夜说出不要军人钱这句话时 也欣慰地说出了与洪浩一样的话 这时洪浩问道 首长 虽然如此 但给他蔚蓝之星会不会还是太过能 那可是罕见的精神防御类的竞物 袁刚说 就算王面没有跟他达成协议 也会想办法将蔚蓝之星给他 文言洪浩急忙追问 这是为何 老洪 你不懂 马上就要起封了 而这封眼就在07夜身上 此刻精神病院内 李一飞正在念叨尼克斯不要老是用手抓饭吃 尼克斯眼泪汪汪 可是我根本不会用筷子 李一飞也很有耐心 算了 等下我重新教您 突然这是尼克斯拉住李一飞的手 大孙子 你说这都开饭了 你爸啥时候回来啊 达奈都斯这孩子 多久没回家了 是不是又在外面闯祸了 说曹操曹操道 07夜身穿白大褂出现 欣喜向尼克斯打招呼 我回来了 母亲 尼克斯欣喜不已 我的孩子 你终于回来吃饭了 可李一飞却开始哭闹了起来 你还知道回来啊 你知不知道我一个人有多心 见状尼克斯随即便开始教育齐李一飞 可看到尼克斯的治疗进度时 07夜有些惊喜 居然来到了48% 这是一家专门关押神明的精神病院 大家熟知的黑夜女神尼克斯 和齐天大圣孙悟空都被收容在此 只有治疗进度达到100% 他们才能离开 而随着治疗进度的上长院长 07夜可随即抽取他们的能力 此时精神病院内 07夜看着尼克斯的治疗进度 感到不可思议 记得上次尼克斯的治疗进度 问李一飞 这段时间对尼克斯做了什么 李一飞说就是正常的生活 天天当孙子哄哄他而已 听此07夜已了然 对于尼克斯来说 有人陪伴的家庭生活 就是最好的治疗手段 随即他就冲李一飞竖了个大拇指 你还真是个病户天才啊 吃饭时07夜看着李一飞做的饭 陷入了沉思 这些食材是哪里来的 李一飞说菜和米都是他开坑荒地种出来的 至于生鲜品 院子里的水池中全是 07夜一边吃饭一边心想 把李一飞变成护工 还真是个正确的选择 这时本不会使用筷子的尼克斯 开始疯狂给07夜加菜让他多吃点 07夜也不好拒绝 可吃着吃着他发现 尼克斯治疗进度净升到了49% 07夜见此都猛圈了 就吃个饭还都能长进度吗 接下来面对尼克斯的头胃 他都是欣喜接受 可最后肚子都吃成两圈了 发现尼克斯的治疗进度卡在49步动了 疑惑间 07夜突然看向身旁的李一飞 李一飞赶紧给奶奶表演个才艺 此刻李一飞内叫一个有苦说不出 但碍于07夜的威严 她也只好照做 无奈她随即表演绝活后攻凡 没想翻到一半竟把腰给闪到了 见此尼克斯开心极了 我们家多久没这么热闹了 说着她又伤胆起来 你们这些孩子长大之后一个比一个走得远 明明我有这么多孩子 可到最后还是只剩下我一个人 闻言07夜李一飞二人急忙开始原厂安慰 至少现在您有了我们不是吗 对啊 我们是不会走的 不知是不是受到二人化的影响 尼克斯的治疗进度突然来到了51% 同时07夜收到了随机抽取尼克斯神格能力的提醒 他在心中暗躲 抽取能力 下一刻巨型轮盘就呈现在他面前 看到轮盘上的超凡声誉他脸都黑了 生怕等下真给抽到了 他一边伸手一边默念 千万不要超凡声誉了 千万不要超凡声誉了 轮盘开始转动 07夜愣是不敢眨一下眼 最终指针定格在了至暗轻石这一眼 突然一股神秘的力量出现将他包裹 凡被至暗笼罩的物体或生物都在你的掌控之中 且至暗神须的范围与掌控强度 会随自身精神力增长而增长 见此07夜兴奋不已 真是抽中大奖了 这应该是属于黑夜女神最核心的神须能力吧 而就在这时面板提醒他 尼克斯治疗进度超过50% 可以短期内离开诸神精神病院活动 此刻他睡意全无 不停回想刚刚那段话 意思是尼克斯可以来到现实中了吗 随即他躲避监控来到了宿舍天台上 他想先熟悉下至暗神须的笑容 他站在原地紧闭双眼 下一刻阵阵黑暗能量自他向四面八方扩散 很快周围的一切都在逐渐被这抹黑覆盖 这是最纯粹的黑 也是最原始的黑 与此同时某处教堂内 一位男子正贵坐在台阶下方 这时他眼神一鸣难难道 他终于觉醒了 照年无聊带母亲出来散步 回程想此举竞颖的华夏全国一级警备 军方更是派遣数驾航母编队前往 只因少年的母亲乃是一位神明 此时的宿舍楼顶 灵七夜还在试验至暗神须的能力 他对着墙面伸出手 下一刻石块便脱离墙体任由他控制 灵七夜手持符石心想 果然 现在的我境界太低 对神须内物体的控制程度还很有限 只能进行简单的切割和移动 就是不知道以后境界升上去 能不能直接撕开原子核 但有了这个神须后 无论白天黑夜他都能触发星夜舞者了 唯一可惜的就是 目前他的精神力还是太弱了 只能维持神须两分钟 这时他想起让尼克斯短暂离开精神病院活动的事 随即他再次返回到精神病院内 他善笑询问尼克斯 母亲 你想不想出去转转 闻言尼克斯有些疑惑 出去吗 去哪里 灵七夜说去病院外面 去真正的世界 尼克斯想了想后浅笑回复 虽然不懂你在说些什么 但如果有你陪我一起的话 我还是很愿意前往的 得到尼克斯的同意 片刻后 灵七夜又回到了现实 而他的身后 尼克斯正悬浮半空望着周围的景色询问 达奈都斯 这就是你的神国吗 灵七夜笑着说 这不是神国 这是真实的世界 尼克斯不解指着前方泛起微光的城区 可这分明就是神国呀 那是人类用科技点亮的光明 现在的世界和母亲名记忆里的世界 恐怕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可惜我还不能离开这座集训营 不然就能带您四处转转 在现代的世界里 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听到灵七夜的话 尼克斯但笑道 虽然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但只要在这片夜空之下 我就可以带你去任何地方 飞出去吗 不行 集训营周围都是雷达和监控 很快就会被发现的 可还不等灵七夜说完 尼克斯就突然拉起他的手说 在心里想象你要去的地方 我用夜空闪烁带你过去 与此同时 高空巡视的机群突然发出警报 B级响应警报 检测到东京118度24分 北纬35度7分位置有神明力量波动 此刻某处办公室内 接线员分析完汇报 神明力量波动浓度4.7 确认是神明本尊 出现位置所属城市是苍南 听到是苍南一旁的少平哥思绪万千 神明直接现实 又偏偏是那座城市 随即他下令到 拉响全域警报 立即联络军方 将附近海域的两个航母编队 全部调往苍南 还有汇报总司令 看能不能调动一位人类天花板过去 听到后一句接线员明显愣 最后还是硬了下来 此时零七夜家里 即使大碗突然摔在了地上 姨妈悲观自语 还真是老了 你去卸会吧 杨静边捡碎片边说道 要是我哥在他又要说你呢 你上班回来这么晚 这些家里的活就别做 早点休息比什么都重要 姨妈望着窗外胆叹 话说 还不知道你哥他现在怎么样了 殊不知此刻对面的高楼上 零七夜正在偷摸看着家中发生的事 带他来的尼克斯询问说 达麦都斯 对面那两个凡人是你的朋友吗 你为什么要在这里远远地看着 不上门和他们打个招呼吗 零七夜说他们不是朋友是家人 并且是有时候不见家人 才是让他们不担心的最好方式 我们回去吧 离开集训营太久也不好 这次他匆忙了 等下次有时间 我再带你好好去其他地方转转 也就在这时家中熟睡的小黑赖突然惊醒 朝着所在方向不停选费 杨静文声前来安抚他 小黑赖你别叫了 不然要把妈吵醒了 随后他与小黑赖同一起看向远方 又是一个西方神 哥怎么会在他的身边 美妇人无聊带儿子出来散步 没成想此举 竟饮得华夏全国进入战备状态 军方更是派遣数架战机航母前往 指引美妇人乃是古希腊五位创世神之一 此时尼克斯已回到宿舍楼顶 而在此却有一道身影手持直到驻足已久 在下大厦守夜人驻上京士006小队副队长袁刚 请问神明阁下的尊名 面对袁刚的问题 尼克斯只是轻描淡写将自己的三字名说出 可也正是这三个字 却让袁刚感受到了空前的压迫感 此刻他面部疯狂冒冷汗 心里也是慌得不行了 这是耳机传来少平哥的声音 老袁 两个航母战斗群已经往里卖去 还有一位人类天花板也在路上 你一定要拖住 于是袁刚接着道 原来是黑夜女神阁下 不知阁下来我大厦有何贵感 尼克斯脱口而出自己是来找儿子的 后到的灵七夜急忙上前打原场 他的意思是 他来找代理人 看到灵七夜的出现 袁刚满脸震惊 你怎么会在这 说来话长 总之他找的代理人就是我 这句话直接给袁刚CPU干烧 你不是赤天使的代理人吗 灵七夜挠了挠头的 我脚踏两条船 而此刻机群航母已抵达指定坐标 袁首长 零四空兵大队已抵达苍南空域 随时可以发起攻击 文言袁刚缓缓松下一口气继续说道 女神阁下 既然代理人已经找到 还请您离开大厦境内 谢谢佩服 为避免到时候难收场 灵七夜也在旁劝说 代理人找到 您也该回家了 好 听你的达纳毒丝 记得要常回家看看 确认离开后 袁刚第一时间做出汇报 我是袁刚 神明已离开 攻击取消 重复 攻击行动取消 与此同时守夜人指挥部内 听到袁刚说神明已经离开 少平哥微微皱眉 波动信号直接原地消失吗 这个黑夜女神 难道还有空间顺移的能力吗 建议事半会也想不通 她淡淡的 总之 汇报总司令吧 可以让那位人类天花板不用去 与此同时某处峡谷的长江中 一辆马车正在江水上平稳前行 突然一道现代手机铃声响起 而前面驾车的童子却已憨然入睡 这时马车中的人用扇柄将他拍起 他这才匆忙接起电话 随后对着马车内说道 夫子 司令说苍南的那个神走了 叫咱们不用过去 那咱们现在掉头回去吗 还是怎么办 回头吧 苍南那邪门地方 能不去还是不去的好 此刻宿舍楼顶 零七夜圆刚二人席地而走 我已经把二脉关了 说吧 你小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零七夜尴尬说 我本来好好在床上睡觉 突然就被他拉到了镇 然后聊了会 就让我当他代理人了 就这么简单吗 那他叫你达奈杜斯是怎么回事 外国神吗 叫中文名不顺口 就给我起了个新名字 行吧 那他让你当代理人 交给你的任务是什么 听到这句话零七夜犹豫了许久 好像是常回家看看吧 零刚一听就知道这小子在胡扯 算了 你不想说我也就不问了 不过你小子竟然能成为两个神的代理 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 回去睡觉吧 剩下的我来处理 走前零刚又突然叫住了零七夜 我想认真问你一个问题 你还站在人类 站在我们大厦这边吗 对此零七夜没有丝毫犹豫说道 我和一个人约定我 守护大厦十年 自内天气 守夜人神明序列档案中 多了一个序列零四三的神明 眨眼间时间来到冬季 胖胖边训练边埋怨 大冬天气这么走 还真是折磨人了 一旁的零刚怎会坐视不理 百里屠明 边跑步边揉脸 家跑十圈 当然十圈对于现在的胖胖来说 已经不算是 他快步追上零七夜曹渊 马上就要过年了 你们说这在怎么样 过年也得给咱们放个假吧 对此零七夜说 你想多了 我们是封闭式积蓄 怎么可能放假 而此刻总教官办公室内 传出圆刚震惊的质问 你刚刚说什么 而坐在他对面的正式驻舱男 136小队队长陈慕颖 我说 积蓄赢得放假 是令所有男人感到恐惧的女人 因为只要与之对视就会被实话 那时你的身体会像沿途一样轻易崩死 而次于女人恐怖能力的正式美不杀 此刻办公室内 对于陈慕也提出的放假仪式 袁刚摊了摊手 陈队长 我已经说过了 我们是封闭式训练 过年不放假的 你也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你应该知道才对 不放假也行 那你单独给零七夜批个假 让他跟我回去吃年夜饭 我丑话说前头 现在集训营外面我小队的两名队员正埋伏着 要是你不答应的话 他们可就要抢人了 听到这话可把袁刚吓一跳 他万万没想到陈慕也居然能干出这事 于是他将心中疑惑说出 陈队长 你们一三六小队一向都很低调的 为什么这次要这一 能不能告诉我 你究竟想做什么 陈慕也皱眉沉声道 最近苍南势力不太平 有古神教会的人混进来 文言袁刚顿时一惊 什么 古神教会吗 但很快他就从震惊中反应过来 他们这是想对零七夜出事 可他们未免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了 只要这座集训营有我在 就没人能伤得了里面任何一位新兵 陈慕也凝视着他道 你是驻上京士小队的副队长 海境强者 有你坐镇当然安全 但你能保证 教官之中没有叛徒吗 话音刚落指听通的一声 下一刻就见袁刚面前的桌子崩坏开来 一道幽怨的声音传来 按你这么说 我们集训营现在已是内忧万患四面楚歌了吗 如果连我们集训营都挡不住古神教会 你凭什么觉得你们一三六小队 就能护灵七夜周全 因为我们一共就只有六个人 而且彼此之间绝对了解 所以至少我们没有内忧 至于外患我们一三六小队从来不怕 听此袁刚陷入了沉默 能当上驻上京小队副队长 并担任总教官一职 自然不是蠢人 正如陈慕也所说 他确实无法保证集训营里的教官都没问题 于是他询问陈慕也接下来该怎么办 对此陈慕也淡淡的 全员放假 金蝉脱鞘 化整为零 文言袁刚随即通过广播集结了所有新兵 宣布了放假仪式 前半年的体能训练结束 从今天开始到大年初二 总共四天假期 回来之后 就开始下半年的进去与武器战术训练 文言胖胖兴奋的手舞足蹈 太棒了 太棒了 我每天拜假期之神真的应验了 快 七夜你收拾收拾东西 我带你去广深好好潇洒一会 胖胖发音刚落缘刚就说道 切记 这次假期有个要求 那就是不能离开苍能 如有违反一经发现 直接隔除进入守夜人的资格 看胖胖身无可恋的样子 零七夜淡淡的 先说好 我在苍南没房子 到时候怕还是要靠你自己 很快 训练营就安排好了巴车 众人一出训练营就感到浑身轻松 整个人的精神焕然一新 仿佛有某层桎梏被冲破 一股清凉顺着大脑流淌至全身 洗涤着每一寸肌肤 众人的境界都在此刻得到了提升 连刚对此淡淡的 你们以为 我们动用那件宝贵的静物 只是为了镇压你们的静虚这么简单吗 在你们境虚被镇压的同时 精神力流动也会被压制 那件静物镇压了你们半年之久 现在突然解开 你们被遏制了这么久的精神力 会发生剧烈的反弹 从而轻松冲破境界的加速 进入崭新的境界 在排队上车的时候 地上摆放着树柄星辰刀 所有人都来领把 记住假期内刀不离身 不过非必要情况 绝对不能使用 零七夜打开刀发现上面并没有刻子 证明这是暂界出来的致死刀 结合今天发生的种种事情 她总觉得这次假期不简单 此刻集训营数百公里外 039号导弹发射基地内 一位女子领着两头羊来到了这里 守卫健壮第一时间举枪瞄准 询问她是来干嘛的 女子说自己是放羊 时不小心迷路 闻言两名守卫放下了警备 并还通知其他人解除警戒 随后他们有声有慧地 给女子讲述离开的路 突然女子谗媚说道 您看很漂亮吗 说把她猛地抬起头 双目充斥着忧虑 而与她对视的守卫 身体逐渐实化 等到反应过来 发现身后的同伴早已成了一座石像 想要去拉紧包的 她也因身体实化导致寸步难移 最后将自己摔成了石块 这时女子摘下头巾露出忧虑的头发 如此不解风情 真是没品味的男人 此导弹一枚便可摧毁一座城市 可如今军事基地 竟动用两枚导弹去轰炸一辆大巴车 只因车内有位少年 乃是世上唯一的双神代理 此刻大巴车内众星兵有说有笑 都在畅谈此次放假要如何害 可唯独零七夜一人沉默不与忧心忡忡 见此曹渊询问她究竟是怎么了 为什么都放假了还不开心 总感觉这次放假有点问题 算了 但愿是我想多了吧 听到零七夜无厘头的话 曹渊猛圈了 有问题吗 哪里不对劲 此时集讯营地下基地内突然响起警报 有快速移动的物体在接近基地 还有新兵们乘坐的车辆 地旁的圆刚满脸诧异 竟然真的这么巧吗 立即锁定击落 一番操作后你叫关面路尴尬 移动物体是我方 拦截系统锁定不了 听到是我方圆刚人猛了 他根本想不出接下来该如何应对 此刻五枚导弹已临近训练营上空 其中三枚导弹的目标是训练营 而剩下两枚的目标 则是公路上运送新兵的大巴车 新兵们也是被这些导弹吸引 但由于距离太远 他们很难看清究竟是什么东西飞过 等到看清时导弹已临近大巴车 他们根本没有时间逃离或反制 此刻车内除了零七夜外 众星兵都失去重力朝着一边倒去 零七夜意识到必须尽快把这些导弹碎片全部控制住 否则以他们的数量和速度 在场的人恐怕活不了解 下一刻一抹极致的飞暗以他为中心报复 飞速地朝周围巴车所在地扩散 无数弹片朝此飞来 接触黑暗的刹那无一步停止半空 而此时车内的零七夜一手握着栏杆一手操控至暗神须 身体疯狂流着冷汗浑身站立不止 下一刻他终于坚持不住了 失去意识同其他人一样朝一边栽去 停止两秒后大巴车也继续受着冲击 但仔细看会发现 巴车外观虽破碎不已 但弹片却没有一枚刺入车内 此刻训练营 一层弹金色的薄膜覆盖了半个营地 保住了里面所有教官和后勤人员的性命 这时女教官火机火了追上袁刚 新兵那边来消息 一位136小队队员及时赶到 一枪插爆了导弹 随后又有一道黑光声 所有导弹碎片都被拦了下 护住了所有新兵们的性命 听到黑光圆刚点了点头 应该是零七夜做的 接着他画风一转 新兵们前脚刚出集训名 后脚就有导弹射过来 我们之中果然有判断 说罢他猛的一步向前 将整个地面都震碎开来 下一刻阵阵光圈自他朝八方运阵 立即向上汇报 查查那些标记为五方的导弹到底是从哪 此刻的39号导弹基地内 血液四箭一片狼藉 士兵们无一不被石化当场 而出手之人 正是神明美度杀的代理人蛇女 这是一道男生从旁传来 那个神明代理人使用了神须 导弹没有造成守夜人新兵死 继续下一步行动吧 而蛇女手中的照片赫然是零七夜 看来是个有意思的男孩 我们很快就能见面了 说着他面部泛红露出病态的兴奋 一日零七夜也是从昏迷中醒的 看着房间内饰 他总觉得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突然吴湘南冒出将他吓了一体 七夜你终于醒了 见状红露一拳打在吴湘南脑袋上 瞧你把七夜吓得 思想难淡淡询问 七夜感觉好点了吗 零七夜有些错愕 身体没什么问题了 可我怎么会在这呢 捕神教会名牌袭杀零七夜 可训练营却不选择保护 而是任由他们暴露在敌人面前 连刚的钓鱼计划又究竟能否成功呢 此时对于零七夜的问题 沉默也淡淡道 你在短时间内 透支了过多的精神力导致晕厥 红露和齐默正好赶到 就直接把你带回来了 温齐默笑嘻嘻接着说 放心吧 新兵都没事 你们那个红教官还和我说 要把你拦下导弹碎片的功劳上报呢 搞不好能直接拿一枚勋章 零七夜在红露的搀扶下缓缓站起 想不到红教官还是猜到了是我 不过 我们为什么会被导弹袭击呢 又是什么人要击击我们 沉默也沉声道 不是击击你们 古神教会的目标 只是你 还有那个小胖子 听到古神教会 让零七夜想起之前王面对他的提醒 但他没想到古神教会竟如此疯狂 与此同时 袁刚得知了此次袭击事件的原委 古神教会袭击了39号导弹发射基地 导弹也是从那里发射出来 守夜人赶到现场时 发现了大量残碎的石像与血肉 还有一只用鲜血涂抹画出的蛇眼 推测应该是古神教会的美杜莎代理人蛇女干的 而他们此次的目标是零七夜和百里图名 袁刚看着报告沉思两久后的 史上唯一的双神代理人和百里世家唯一的继承人 足够这群疯子玩命 可我没想到的是 导弹发射基地竟然会毫无预警的温献 突然这是一位教官从外面走近 首长 我们是不是该叫停休假 把零七夜和百里图名保护起来 但袁刚却一口围绝了 我们非但不能叫停休假 还要对外做出没有防备的样子 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 记住 我们无法保护他们一辈子 原来如此 首长林氏想以他们为耳 把古神教会掉出来 一劳永逸的解决 当然袁刚有这个想法并不是临时决定的 他当时之所以同意陈牧野放假的提议 就是想利用零七夜和胖胖将藏匿在苍南的老鼠扫出 但陈牧野对这种建议是持反对态度 因为让零七夜作而他觉得太危险 一旦出现意外 后果不堪设想 对此当时袁刚淡淡道 人总是要成长的 陈队长 你不可能永远护着零七夜 终有一天 他要离开这里 成为独党一面的强者 现在给他太多的保护未必是好事 听此陈牧野没有言语 他心里确实认可了袁刚所说 当晚为了庆祝七夜回家 136小队欢聚一堂打酒言欢 一番交锋下来 林七夜喝怕了除陈牧野外的所有人 随后他对陈牧野说道 队长 我想去看看我两个朋友 毕竟作为苍南的东道主 就这么把人丢一旁也不太好 但陈牧野告诉他最近是非常时期 非必要情况最好不要离开红英甲 文言林七夜善笑道 队长 现在的我其实挺能打的 陈牧野欣慰地叹了口气 能不能打不知道 便自信了倒是真的 说把他丢给林七夜一张房卡 和一柄星辰道 你那个小胖子朋友 住在室内的五星级酒店 他让我转告你 房间号是9039 与此同时酒店内 洗完澡的胖胖神清气爽 满面春光 可当他走到客厅时被吓了一瓶 他对着曹渊怒喝道 你这么怎么来了 我不是在隔壁小旅馆 给你开了个单人间吗 曹渊无奈说 单人房住的 没有这种土套舒服 没事 你当我不存在就好 你该干嘛干嘛 我不打扰你 胖胖气呼呼上前 要将曹渊赶走 去去去 你在这里影响我享受生活 今夜我要独享私人空间 一个活的东西都不能出现 曹渊比翼只向一旁 那这只老鼠怎么算呢 扯淡吧 这五星级酒店 怎么可能会有老鼠 胖胖顺着方向看去 果然看到一只小老鼠 但老鼠看起来总感觉怪怪的 而此刻林七夜 已经来到了胖胖所处酒店 就在他和工作人员沟通时 突然酒店顶层发生爆炸 林七夜顿赶不妙 他们又动手了吗 三百斤的胖子 只是看了眼小老鼠 就被吓得从百米高楼一跃而下 只因老鼠身上散发出 不属于正常生物的气息 而在胖子跳楼后 其所在帝果真发生了大爆炸 此时胖胖边坠落边怒斥曹渊 别人下车后 都像温神一样堵着老子 你倒好居然死皮赖脸 往我身上走 你知不知道这座城里 有多少人想要我的命 你特么就不怕死吗 对此曹渊淡然道 不怕 文言胖胖愣住了 真是个疯子 幸好我早有准备 不然要一起死 随即他就从身上 掏出了摇光 下一刻摇光 在临近地面一米式撑起 顺利将二人保护在内 曹渊见状诧异询问 你居然随身带着进入 那是当然 都在我的自在空间里 听此曹渊比翼 看向胖胖下面 你这自在空间的位置挺独特呀 胖胖害羞地急忙 拉紧衣服 要你管 就在这室酒店顶层 再次传来爆炸声 看来是埋伏在我周围的教官出手 现在应该是跟刺杀者打起来了 曹渊不由敢看 都是奔着你来的 百里家小太爷的生活 一向是这么刺激的 文言胖胖乐呵呵说道 从小到大 我遇到过的爱杀数不胜数 可小爷不还是好好地活到现在 明天我的保镖团就到了 到时候 你看谁敢对我出手 曹渊指了指周围 我觉得 你得先活过今晚再说 看着空无一人的街道 他接着说 你不觉得 这里安静得过分吗 与此同时 零七夜在混乱的人群中逆行 这时前方的告示牌引起他的注意 居然是无界空域 可他一眼就认出 这不是136小队的告示牌 而用来施展无界空域的告示牌 只有各个城市的守夜人队伍才有 难道说有别的城市守夜人参与了这件事吗 此刻他的心中生起了许多疑惑 如果他们是来保护胖胖的 为什么偏偏会在这里出现 又为什么要偷偷展开无界空域 难不成他们并非来保护胖胖的 而是来杀他的吗 一系列的问题浮现在零七夜脑海中 他静静地站在告示牌前陷入了沉思 此刻他回想起老赵来家里找他时的对话 他拒绝了老赵的邀请 因为他的原则是 碰到危险未知的事情 有多远就跑多远 当时听到这话老赵悲叹 他一点年轻人的样子都没有 并说总有一天你会明白 当你有必须要去保护的东西时 无论前方多么危险 有多少位置 你都会去的 此时零七夜不禁幻想老赵 就在自己的身旁劝说 你真的确定要进这个无界空域吗 你脸里面有多少 为何会有守夜人才有的告示牌 以及对方有没有高境界的强者都不知道 而这些问题都是让零七夜纠结不已的原因 也是他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 直至此刻他终于是明白了 老赵说出那段话的意义 当你有必须要去保护的东西时 无论前方多么危险都会前往 而零七夜现在想要去守护的只有朋友 与此同时胖胖曹渊二人 遇到了两名胡宿之客 近来两个 还有一个在外面张开着无界空域 什么时候守夜人也干起刺杀的够道 我们是从斋戒所出来的 早就不是守夜人了 听到是斋戒所胖胖有些疑惑 曹渊却平静开口说 斋戒所是关押犯下刑事案件 尽需拥有者的地方 其中有一半都是犯了事 被出名的前守夜人成员 听此胖胖大惊 你怎么这么熟悉 不会你也是从那里出来的 要不是当年守夜人总司令 把我保下来送去九华山 现在我应该还会被关在呢 文言胖胖了人 于是他冲着前方二人怒斥 即便你们是从橘子里出来的 但你们要杀我 为什么要炸酒店 伤到普通人怎么办 曾经历史要守护这个国家的人 现在却为了利益 连人民的性命都不顾了吗 红发男怒喝 你血口喷人 酒店不是我们炸的 不要把我们和那群野狗混为一体 我们虽曾是守夜人 但最基本的底线还是有的 我们杀你 根本不是为了利益 只是为了还人情罢 这时宗发男叫住了他 老关 随即红发男低吼一声 两眼之中迸发出胸光 浑身的肌肉都剧烈扭动起来 看着眼前一幕胖胖草原二人冷汗直流 静虚序列214 肌肉重组 能够控制自身的肌肉组织 瞬间爆发出恐怖的速度和力量 想不到他竟然是这个静虚 说话间红发男已变成百丈高的巨人 小太也对不住 今天我就送你归系 男人是天生的刀法大师 却不能拔刀 因为一旦拔刀体内的恶魔就会觉醒 他会控制男人砍到周围的一切 即便是只有亲人都不为谷 此时面对红发男的拒权 胖胖已无法再闪避 他只好打开遥光顶月 红发男见状系列道 项链是个好东西 可惜用的人不行 说着他挥拳的速度越来越快 且力度也在增加 不停地朝光屏杂取 眨眼间遥光就出现了裂缝 于是胖胖急忙大喊求曹渊救自己 此刻曹渊手握刀柄看着前方男子淡淡倒 没空 话音刚落 综发男就操控三柄刀朝他托刺耳 而另一边 遥光已经被红发男徒手打碎 但胖胖反应很快没有被打到 这居然还能给你躲过去 闻言胖胖笑说 真当小爷我只会用镜物 这半年的体能可不是白练的 可下一秒 红发男的肘肌就砸在了他脸上 将他直直砸进了十米外的墙内 烟雾散去只见一团金光将胖胖包裹 幸好还有自动防御 不然这次怕真要交代在这 而红发男用来攻击的手臂 此刻浮现出不少焦黑 对此他乐呵呵开口 超高温自动防御 你这项链功能还挺多呀 胖胖稳住身形后 边舞动裤裆边说道 你等着 我必须给你点颜色看看 请接一束金光从他裤裆处直射天际 金光在天空分裂出七道 仿佛有自动追踪般朝着红发南显 只听轰的一声 金光都尽数砸在了他的身上 等攻击消散 他的皮肤大量看滑 身上不停散冒出黑烟 真是小瞧你了 不等话说完 他就感到后背涌起一阵风 下一刻巨石硬是在他后背砸的分裂看 他回头查看 眼眸中浮现出震惊 这是什么东西 只见曹渊手持直刀缓步朝他而去 且嘴里还不停发出节节的怪笑 而在曹渊的身后 正是他那使用三刀流的队长 综发男虚弱地看着曹渊咽了咽口水 根本不是人 他是鬼他是鬼 这时一只羽剑飞速朝曹渊面闻而去 曹渊手中直刀猛地挥出 精准地砍在了剑尖上 可下一刻他连人带刀都被这一剑震飞了 整个人都栽入了后方的大楼里 而射剑之人正在数百米外的高楼上默默注视着一切 女子冷喝一声 感激我的剑简直找死 说完他又掏出剑蓄力瞄准 而这次却是直接连射两刀 第一剑的爆炸也是将曹渊风飞 面对第二剑他稳住了身形却没有躲 突然他浑身煞气爆炸 猛个一刀直接将女剑拦腰斩断 所谓真男人从不回头看爆炸说的就是曹渊 远处女子见状有些猛 这也行吗 算了 还是先攻击主要目标吧 突然零七叶出现在他身后笑嘻嘻说道 主要目标是谁啊 是破坏力堪比导弹的一剑 因为一剑便可贯穿整栋大楼 面对此剑所有人都怕避之不及 唯独少年乐此不疲地研究起来 此时对于零七叶的突然出现 女子当即拉弓瞄准 对于及时而来的语剑 零七叶只是微微抬手 下一刻剑就定格在了他的手指间 他仔细看了它 剑没什么特别的 看来问题是出在你的静虚上 女子再次拉弓瞄准 此时他的心中十分紧张 不仅能悄无声息靠近 且面对于剑居然能单指拦截 零七叶在他心中的危险程度急昼飙伤 你是怎么进入无界空域的 韩老头为什么没拦住你 还有你刚刚究竟对我的剑做了什么 话音刚落零七叶就瞬间来到女子身边 你的问题太多了 但你说的韩老头 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 他已经被我宰了 零七叶的速度令女子惊恐不已 他当即拔刀想要偷袭 但下一刻就被零七叶单手拿了下来 对于零七叶的表现 女子冷声道 我知道了 你是那个双神代理人 终于舍得路头了呀 果然急训引游你们的人 这件事都被你们知道了 你现在老实交代 或许能落得个好下场 对于零七叶的质问 女子吃笑一声 告诉你吗 你可真会开玩笑 结果下一刻一抹黑暗侵袭进她的双眸 整个人痛苦地跪倒在地 凄厉的惨叫声回荡在夜空中 零七叶看着她淡淡的 既然你不愿意回答 那就做我的试验品吧 此刻天台的动静 也是引起了下方众人的注意 是小梁的声音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他们还有人吗 听到二人交谈胖胖 也是一脸迷茫 我们就俩人都在这了 对了 上面要来了 听到上面二人面目 呆滞充满的绝望 因为上方正是失控的曹渊 此时对于女子的反应 零七叶心想 看来这按侵蚀 对拥有智慧的生物效果很差 而且智慧越高越难以侵蚀 按我现在的境界 可能连猫狗都控制不了 忽然女子眼中爆发出一股精芒 责任告诉她 必须要冲破控制将任务完成 下一刻她拿起匕首 用仅存的理智潮大笔刺去 想要强行使自己恢复清醒 正是此举让零七叶心中一阵悸动 想不到对方不仅可以用精神力 挣脱至暗侵蚀 还会对她造成反噬 境界越高反噬越强 幸好女子也只是持近的精神力 否则这一下可能要把她振昏 她在心中暗暗告诫自己 以后一定要谨慎使用至暗神虚才行 趁着零七叶分神之际 女子已掏出三只羽箭瞄准 也以为你是神明代理人就无敌 说吧三只羽箭同时射出 从周围栖息流动来看 三剑威力远远超于先前 可这次零七叶甚至都没有抬手 三剑就尽数被格挡在她的周身外 女子看着前方愣出了神 先前的零七叶居然不见了 而此刻她的身边赫然出现一道残疑 下一刻只见零七叶淡定将刀收回 而女子却已被一刀逼命 同时一只望远镜扫向女子 冷轩浅笑自语 这小子越来越厉害 与此同时下方 红发男一手舞面一手不停朝摇光砸去 我就不信了 干不过那个怪物 我还干不过你这个小兔崽子 而她的右眼处呈现出一道伤痕 显然是被曹渊砍了 突然酒店顶层再次发生爆炸 胖胖见状欣喜道 曹渊 看到没 咱们再称会 教官他们那边打完就能来支援我们 可下一秒胖胖看着前方愣住 因为此时曹渊正不停朝着 宗发男的尸体挥刀 男人是让无数人感到恐惧的恶魔 因为他轻松一刀便可砍爆一栋大墓 所有人都怕避之不及 唯独少年选择迎男而上 甚至用一捆胶带就将男人彻底制服 此刻胖胖望着曹渊愣住 看来压根就没有援助的必要 这没把我砍死都算好了 没用的东西 红发男大喝一声 周身气息暴露 说罢他就朝胖胖冲撞而来 这次更是直接将摇光撞碎 看着来势汹汹的红发男 胖胖当即倒腾起裤裤 反手掏出一面大镜子对准红发男 须时他感觉脑瓜子嗡嗡的 没想到这居然是精神攻击 趁着镜子将他牵制 胖胖随即照出树柄长剑朝其而去 下一刻密集的剑影 直接将红发男锁在地淹没 对此胖胖嬉笑一声 小小吃惊 可笑可笑 乃至下一秒红发男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一手抓住他的头冷声道 你教官没教过你吗 任何时候都要小心自己身后 看着镜在眼边的大手胖胖眼泪都被吓出来 突然一口血水从红发男口中喷出 凌七叶拔出刀戏猎说 怎么你教官也没教过你吗 下辈子多小心自己身后吧 见状胖胖急忙抱住凌七叶大腿扑速起来 还没结束呢 真正的麻烦是这个 听此胖胖又倒腾起裤装 而后将封禁之卷递给凌七叶 这东西以后还是叫曹渊真操作更合适 此刻曹渊看到灵七叶出现便持刀冲了管 但灵七叶也是反应极快 轻松便挡住了他的攻势 灵七叶知道曹渊失控是与刀有关 只要能控制住他的刀就好办多了 随即他再次使用至暗神须 很快就将二人位置覆盖 灵七叶和曹渊在其中连续对砍数十刀 地面都有欲要崩他的迹象 灵七叶明显感觉到了吃力 没想着煞气如此离本 竟然能阻隔住神须的侵蚀 这样他根本没有机会控制曹渊身边的任何东西 只听砰的一声 地面被曹渊砍出个大洞 好在灵七叶反应快及时后撤了 躲在垃圾桶后的胖胖健壮善善的 怎么感觉他这次的状态有点不对劲 灵七叶说这里没有集训营的禁物压制 此刻才是黑王斩灭的真正威力 说把他操控至暗神须朝曹渊冲去 顿时原本被曹渊砍碎的事快 有意识般地纷纷朝他击聚 下一刻便将其包裹 但很快还是被曹渊挣脱开的 突然他的身后出现一道人影 他猛地回头看去 结果与灵七叶来了个深情对视 下一刻灵七叶双眸迸发出耀眼的金光 在赤天使的神威下 曹渊身上的煞气被震散了大半 整个人的身形有些不稳向后倒去 见状灵七叶急忙将针操所展开 飞速地将其围裹曹渊全身 只见灵七叶抡起拳头 一拳将曹渊轰向百米开外的墙边 浓烟中一道身形缓缓站起 曹渊忧愿地挠挠头 七叶下次能不能轻点 灵七叶不以为然 谁叫你刚刚砍我的时候下手那么重 此时酒店顶层的战斗还在继续 与教官们交手的应该是穿进的敌人 幸好我们直接跳了下来 这时灵七叶提议去吃碗面 毕竟那种敌人不是他们几人可以应付 与其傻站着增加暴露松醒 不如先去填饱肚子 来到面馆胖胖明显透露出嫌弃 对此灵七叶只好借口说 现在的处境 只有在这种鸡脚嘎啦的地理 才能安安心心地吃一顿饭 但实际却是灵七叶的钱 只能够请他们吃面 结果结账时服务员说 三碗面总共64块钱 他与曹渊的加起来22块 胖胖一人独占42块 因为胖胖将店里能加的配料加了个遍 我改主意了 我只请曹渊吃面 而就在灵七叶说话时 外面走进三位男子 来人正是沈青竹等人 但双方并没有注意到对方 曹渊还在埋怨胖胖行径过于招摇 必来就入住这种高级酒店 有心人一查就能查到 胖胖却有些委屈 我这不是习惯了吗 在广深的时候 我都是住比这更好的酒店 突然身边动静引起了三人的注意 沈哥我们已经连续吃了两顿面了 真的不想再吃了 你懂什么 面是苍南特产 难得来一次 不多吃几顿怎么行 说吧沈青竹就让老板上三碗清汤面 这时他才发现隔壁桌林七叶三人 胖胖剥了剥碗里的肉块 打了声招呼 拽哥也来吃面了 此场面直接将李贾里亮看得口水直流 沈青竹轻叹一口气 小心翼翼地掏出钱包 看了看这才放心下 随后让老板将其中两碗替换成肉丝面 他自己则是依旧吃清汤面 殊不知此举尽收林七叶眼底 原来是钱包里的钱刚好够付面钱了 跟他一样是个穷鬼 这时沈青竹注意到了林七叶的眼神 他顿了顿询问林七叶 你之前在车上受的伤没事吧 没事 已经恢复了 听此沈青竹害羞说道 谢谢你 要不是你挡下了碎片 我们怕事都得受伤 结果这时胖胖在旁插嘴说 拽哥 你什么时候变这么客气 下一刻沈青竹报名 你个死胖子 老子一向恩怨分明的好吧 赶紧吃你的豪华套餐面吧 这时林七叶看向沈青竹说道 我有笔生意想跟你谈谈